郭光臨寧 郭文貴先生 來 各位集處我們所長跟單位主管 還有新聞媒體的各位小姐 先生 女士 本會各位同仁大家早 今天我們21月20號禮拜四 是由我們民政委員會 勞工局社會局業務的報告跟執行 那我們今天市府請假的單位 由勞工局政風市的主任王瑤爾請假 由他們人事主任王萬順來代理 這位局呢 身上福利科科長徐乃文請假 由專員李耀環來代理 現在本席宣布今天的會議正式來開始 那依照我們本會議員執行的辦法 第三條第二項的規定 業務執行的時候 各委員會我們會的委員 優先做第一輪的執行時間為10分鐘 第二輪當然就不分我們委員會 以議員登記的順序來執行 那該委員會的議員執行的時間 為第二輪也是一樣10分鐘 會委員的議員執行是5分鐘 如果該委員會以第二輪 在執行的中場的時候 本席應該讓我們議員優先 以下一位的執行時間為10分鐘 第三輪以後 依照登記的一個順序 每一位議員在執行的時間 都為10分鐘 那我們現在本席要徵底 我們各位議員同仁 是否同意由我們當委所長做業務報告以後 我們再來做一個執行 大家有沒有意見 來 我們蔡議員來 主席我建議 依照慣例 都10分鐘 10分鐘之後 我們議員嚕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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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嚕來 會比較浪勁嚕嚕 所以我建議說不是不好 不要超過10分鐘 一個單位都慣例都10分鐘 當然你主席可以才是要到國外可以 我是建議好 讓他們先報告 不過一個單位 不要超過10分鐘 好不好 你是說局長報告的 就是在業務報告的時候 不要超過10分鐘 因為大家 我做議員做這幾年來 在台南市議員差不多10分鐘 因為來的差不多 議員大家就都錄繡一枚了 禮拜那時候就要 要按燈的時候 可能可以等到會報 我是建議說10分鐘 那蔡議員我這邊是不是麻煩一下 我們本席建議說 等一下我們兩位局長在報告的時候 盡量以10分鐘為準 那如果現場 已經很多議員來了 當然我們就是不超過10分鐘 那如果現場 我還是議員不是很 就是到就是登記的時候 不是很踴躍的時候 我們希望說 兩個局長的業務報告 能夠再詳細一點 好不好 好 好 現在我們兩位 王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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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意見 王鎮 有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 我們兩位都要開機 我們兩位坐下來開機 不然沒辦法 好 謝謝我們蔡議員 那我們現在 兩位局長有聽到 我們蔡議員的建議 好 原則上我們用10分鐘 來做一個就是基準 那當然如果現場 我們議員的出席狀況 不是還沒那麼有業的情況之下 局長可以再針對你的業務 做詳細的一個報告 那我們首先請我們勞工局的局長 王局長做業務報告 我們大會主席我們林美燕 林醫院 林昭基蘭 還有我們蔡議薇 蔡議員 王鎮 王議員 還有我們所有議員 我首先來做我們勞工局 今天參與我們幾個幹部 跟各位議員來做介紹 首先我們儀保縣 儀副局長 我們黃惠美 黃主任秘書 我們執信救護中心 梁維林梁主任 還有勞安科 我們的莊政縣莊科長 老師關係科 蔡旺廷 蔡科長 勞動條件 徐宜錦 徐科長 我們就位促進科 陳淑敏 沈科長 蔡基主任 我們趙大鳳趙主任 秘書室主任 劉榮生 劉主任 人事主任 黃黃勝 黃主任 好 接著我來做 我們勞工局的工作報告 相關勞動條件的部分 我們的符合 建立符合法制規範制 勞動職場的部分 我們共輔導了2949家 事業單位電電工作規則 助使權益與義務能夠明確化 我們授取勞工申訴案件 1529件 實施勞動檢查2531件 以勞動基進法等相關規定 依法來採取671件 共辦理了12個場次的 相關勞動法令先導活動 關於外籍勞工管理服務的部分 我們實地查查6400件 受理外勞執行劑2658件 受理調遲外勞與固執或中介之正義案件 具有791件 違反勞動 違反就業服務法案件的部分 我們供依法採取86件 接著就業促進 業務的部分 資料在所冊的31到36頁 我們受理 甚至姓氏工作平等案件54件 共採取法6件 為落實姓氏工作平等向下雜根 校園行為勞動安全先導 共辦理了29個場次 為監控事業單位之前勞工 受理之前通報計2468家 共有4,323個人次 並指動提供相關就業服務 職業訓練相關信息 給予被之前勞工朋友 至今聖經障礙者就業的部分 我們落實照顧弱宿之前的政策 職業重建服務的部分 評估及開案共有168人 執行744人 提供了20個祭典 來做致典的一個服務 職業輔導評量的部分 我們透過評量工具 提供合適之就業方向 即服務了56名的身心障礙者 執行性就業服務的部分 我們合計拜訪的廠家287家 沒有就業成功37人 譬如性就業服務的部分 我們目前有譬如工廠4家 共提供了37名的 批附性就業服務機會 身心障礙者職業訓練部分 我們共開辦了12個班次 穿信人士計208人 身心障礙者職務再設計的部分 我們核定補助44件 次進視障者就業的部分 我們辦理視障按摩先導活動 共29個場次 輔導成立南盲視障按摩有限公司 盲健客視障按摩有限公司 兩家中型的按摩院 辦理溫暖大台南之 弱勢勞工團體 及關懷弱勢團體 備力計畫 共有24案多元計畫 合定通過執行 其中有一個 原知名的團體 六個身心障礙團體 上公的人士 共有14人 備力就業計畫 既有7案 合定通過執行 上公人士64人 格外有前天 台人亮起來 身上弱勢婦女 創意產銷平台 榮獲行政院人士行政總次 地方行政研習中心 地方治理標竿論壇的標竿單位 也是前國唯一獲獎的勞政單位 按基大會 弱勢勞工有前天 我們也榮獲了第八屆 政府服務品質獎的 服務規劃機關類的得獎私榮 也是我們現在目前前國勞工行政單位 唯一同時榮獲第一線服務機關 及服務規劃機關類的一個 的受獎單位 那接著勞資關係業務 資料在手冊的第36頁 若使勞工團結前 健全工會的組織 目前市集總工會有5家 產業工會12家 企業工會54家 職業工會337家 會員人事總計有29萬9千108人 會確保勞工潛意 投資勞資爭議 我們既受理的736件 勞資爭議案件 既挑此獲得勞資雙方達成共識的 比例A71% 勞工勞安福利A5的部分 在所冊的第36月到38月 我們推動公安制止管理 建構安全的工作環境 仿災仿市的福島有1734產家 及校園先島 既有3911人來參與 教育信念的部分 開辦了796班 共有26009人士參訊 勞工健檢有164家 共有1098人士來參與 結合社會資源協助 職載勞工重建就業的信心 我們提供個案服務有143人 執行服務有1446人 指動關懷有3126人 我們加強照顧職載勞工的家屬 我們歡迎職載死亡失能或受傷者 我們都要安排仿視發給慰問金 職載勞工參加工作強化補助交通會 共補助了305人士 為善用勞工資源服務的人力 強化勞工行政服務的品質 我們規劃志工人主服務 資源大型活動 及職載勞難者家屬至仿視慰問等 資源服務工作 目前共有志工441人 人主服務實施為5796個小時 職載訪問慰問及郵件關懷問見的部分 有1249人士 我們更提供的免費福利 執行服務共有201件 我們更以社會級共同協制 弱勢及職載家庭進行防護修繕 此階段完成了實務的防護修繕 到目前總計完成了50戶 那溫泉疫情亮麗榮 此階段服務了1443位弱勢者 緊接著來跟各議員來報告 就業服務以職業訓練業務的部分 在資料的第38月到43月 為提升市民就業力 積極開發爭取工作機會 我們辦理的各項爭彩活動 在4月9日於上化區文康一六活動中心 辦理第一場的大型就業博婉會 共有86家廠商提供6300個職籍 休止參加人事A4500人 初步綿合力為50% 5月28日於南台科技大學 辦理第二場的大型就業博婉會 共有95家廠商提供6870個職籍 參加人事A5千人 初步綿合力為61% 9月4日於仁德區 台糖量販加聯華購物中心 辦理第三場的大型就業博婉會 共有92家廠商提供6870個職籍 求職者參加人事A5千人 初步綿合力為61% 我們更能辦理中型小型單一偵彩活動 此階段總計辦理的161個場次 參加人事為7735人 初步綿合力為67% 我們也建構了行動裝置求職求彩APP 擴大就業服務的網絡 台南工作好找APP設置至今 共有39954下載促市 並有11693人次來做APP 來做求職及求彩的服務 協制就業若是職勤 降低近日就業市場門檻 共辦理六個場次的就業服務講座 其一場的聯繫會議 我們也更建立了青年創業基地 協制青年實踐創業夢想 以南影立都心成立了 台南青年創業基地 從開幕至今已有兩家廠商建築 青壯基地獨立辦公室 另有三位青壯者 曾之共同的工作空間 我們也辦理了史極公讀機會 共四次的80個史極專案公讀機會 我們更辦理了三天兩月青少年 直哀規劃的研修營 也有80位青少年來參與直哀規劃研修營 並完成了72份直哀規劃書 透過規劃書具體的 具體了解自我特質及優缺點 知道自己適合的工作 及進入職場前應具備的就業能力 我們也提供了市場優質的職業訓練 共辦理的TTQS進階班 訓練方案規劃與評量班 職能分析英文人員出階班 以提升半信人員的職能 我們也積極辦理的職業訓練 收短職能落差 105年共辦理的美容美華類6班 電腦資訓列8班 餐飲服務類7班 專業服務類8班 專業設計類7班 共計36個班次 我們也繼續來辦理勞工領袖大學 也是針對在職勞工辦理幹部 以成功大學過程辦理的管理職能專班 以提升幹部功能與能量 來開辦以階梯式的學習系統 規劃有初階班、進階班、高階班、健英班 及生活免疫班 讓勞工管理幹部 能有宏觀的事業與國際觀 以上報告 謝謝 來感謝勞工局局長的業務報告 那現在我們也請社會局局長做業務報告 請 主席林美燕一座 還有我們各位一座 大家早安 感謝各位一座 對本局的關心跟指導 那我首先來介紹我們今天 這個列席的我們的相關的一個主管 首先介紹我們的主密劉其松 還有我們會計主任徐姑玉妹 那我們的人民團體科曾淑如科長 造管中心的主任洪明廷 老人福利科科長李芳如 身臟福利科專員李耀皇 婦女兒少科郭媛媛科長 家房中心的主任鄭妙君 社會救助科科長楊瑞美 社工家福科師清發 人事主任吳家鳳 鄭峰主任黃子田 還有我們的秘書室主任鄭主任鄭俊傑 還有我們仁愛之家的主任蔡世瑞蔡主任 那這一些是我們今天的與會的主管 那社會局的工作報告從45頁到58頁 那我做口頭上的一個摘要的報告 那首先是介紹我們的家庭福利服務中心 我們廣設家庭福利服務中心 那在101年開始 我們就分別在七個區 新營、北門、善化、安康、安平區、新豐區 跟玉景區七個地方設置七個點的家庭福利服務中心 那今年預計在年底以前 我們會新增安南區的家庭福利服務中心 是我們第八個家庭福利服務中心 那每一個家庭福利服務中心 配置我們專業的社工 以福利服務方案跟個案管理的方式 在社區做服務 那代表社會局在社區的相關的 一個整合性的單一的窗口 那再來就是我們的家庭福利服務中心 我們今年有四個點我們改造成服務型的家庭福利服務中心 那服務型的我們做了很多的一個設備的整理跟增加 那我們增設適合家庭親子館 互動的友善空間跟相關的休閒設施 包括親子廚房、遊戲區、兒哨越覽區等等的 可以辦理親子共睹、親子童玩、親子手作、親子共餐等等的活動 那這個是幫助我們社區的民眾或者是弱勢的民眾 可以減少譬如說他童書的購買、玩具的購買 那增加生活的幸福感 那第二個就是我們要大家很關心的就是我們落實皆有的人道關懷 那我們盼望尋找他們重建的契機 那我們目前列案的街友有199位 泰南市的街友有199位是我們列策的 那我們除了關懷他們的生活他們的相關的一個安全之外 另外我們也非常努力的在推動我們街友的生活重建計畫 讓他們能夠重拾工作能力 那讓他們可以真正獲得鼓勵跟支持 建立他們的自信心 那再來第四個重點就是我們推展社區組織成為在地福利的服務基石 為了平衡城鄉差距 本局105年創造創新推出社區學堂宅配通服務 那讓偏鄉的社區幹部在自己的轄區可以學習基礎的財務或在地需求等等的課程 那強化區公所的中介角色跟功能 另外也透過實地的輔導方式發展社區特色跟在地的一個服務 那另外就是說我們輔導社區推動多功能服務據點 那多功能服務據點 同時具備老人兒少生臟者的關懷據點的特性 那也提供社區民眾更多元的服務 那接著在社區的部分 我們為了發揮一加一大於二的精神 我們推動聯合社區辦理旗艦計畫 那使社區互動擴大服務的能量 那在志工參與的部分 我們擴大志工參與編織各領域志工服務的網絡 那首先呢在這個面向我們透過多元方式進行宣導 那協助各局處與民間團體推展志願服務 鼓勵老人企業團體運用專場加入志願服務的行列 那也建立市民互助公益向善的生活圈 那第二個就是我們最重要的是我們發行電子刊 電子報跟年刊 那藉由報導多元的機優社工跟志工 鼓勵更多民眾投入志願服務的行列 那在我們的救助體系的部分 我們努力建構完整的救助體系 加強照顧經濟弱勢家庭 那在弱勢而受的參食的關懷的部分 我們今年也跟企業合作 那在除了法定的各項的法定的福利措施 跟補助之外 我們辦理了溫暖男士幸福餐食的愛心餐食券 那面額是60元 我們總共發放了在暑假期間 發放了38958張 提供弱勢而受在台南地區的超市 可以免費換取便當速食飯糰面包等等 吃得飽的相關的食物 讓他們在暑假期間不會因為沒有到校 沒有營養午餐而挨餓 那這個是我們關懷而受的部分 那另外創新運用民間的資源 我們這個在105年總清查之後 沒有通過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的 我們用民間的資源 來給他們做相關的一個急難救助 或者是半年左右的一個生活輔助 那我們總共補助了一百 我們總共補助了485萬 那受惠的總共有99戶 這樣子的一個新的作為就是 讓民間的力量可以真正幫助弱勢邊緣的 這一些家戶 那再來就是我們強化本市低收入戶 中低收入戶 子女脫貧的能力 那我們在這個項度呢 我們優先在中央推展之前 我們今年就辦理了看見未來 逆轉人生跟逆風飛翔 展翅高飛等等的脫貧方案 總共有63人受惠 那我們藉由教育投資 就業資歷及資產累積等等的方式 協助跟輔導 讓他們未來有競爭的潛力 跟賠利他們自我的能力 那接著是在我們建構多元優質化的 托育的服務體系 幼兒的部分我們落實 若是兒少生活照顧 那我們在健全托育制度的部分 我們提供多元的托育服務的相關的措施 在管設的部分 管師的部分 我們包含兒福中心 還有親子館 我們在永華有一個兒福中心 在未來在新營我們會有一個親子館 現在正在籌建當中 那我們還有所謂的居家托育服務中心 那也有托育資源中心 還有早期療育中心等等的管師 可以讓我們的民眾 在服育他們0到2歲的幼兒的時候 有這一些相關的一個管師 可以讓他們能夠有相關的去處 可以諮詢可以去參與活動 可以每天去看童書去玩玩具 親子共讀親子共有等等的相關的措施 那在我們8個 未來8個家庭福利服務中心 也都有這樣的服務設施 那我們在補助的部分 有托育津貼 也有這個家庭的育兒津貼 那托育津貼是針對他們 他們有在送到合格的保母那邊 我們做3000到5000的 這樣子的一個補助 在他們的托育的部分 這是0到2歲的孩子 那另外如果為就業的家長 他們在家自行照顧孩子的 也有育兒津貼 那另外我們這個是在我們的托育的部分 那另外我們居家服務的 另外我們落實身心障礙的部分 我們也落實這個相關的需求評估 那我們在 不好意思 我們還有這個兒哨的部分 就是我們有相關的兒哨社區照顧據點 希望小屋的建置計畫 這個也榮獲我們105年 南高坪地區的最佳方案獎 那另外我們也強化我們在婦女的部分 的一個賠力跟倡導 包括性別平等也沿襲性別平等的意識 還有落實性別主流化 當然還有婦女中心的相關的一些活動 那在新住民的部分 我們也建置了新住民的服務中心 有三個地方 來關心他們的一個相關的生活跟照顧 那我們有仿視跟各項資源的連結 這個是在新住民的地方的一個關注 那另外就是我們身心障礙的一個關懷跟照顧 我們落實身心障礙者需求評估 強化身心障礙者全人照顧 那依據身心障礙者的需求評估 我們加強建置身心障礙者日間 跟全日照顧的相關的一個措施 那我們臺南市也有23家的小型作業所 讓我們的身心障礙者 相關的一個服務 那另外我們也有體勢能中心的營運 提供身心障礙者體勢能檢測跟運動服務 那也以定點巡迴的服務 提供輔據回收、輔據修善、輔據諮詢等等的相關的一個多樣的一個服務 那另外在建構完善的老人服務網絡的部分 我們也做寶貝的長者的貼心服務 包括幫獨居老人申請緊急救援系統 包括幫他們做愛心手煉 還有不斷電的系統 當然這一些目前是針對我們低收跟中低收入戶的老人或獨居老人 做相關的免費措施 那一般民眾也可以申請 只是需要付相關的費用 那我們提供長者生活的層面 讓他們感受到友善的一個關懷 那另外我們也建構完善長期照顧的服務網 針對失能長輩的一個儲域 那我們已經依照長照服務法定定了台南市政府長期照顧推動小組 設置要點 那也預計在這個今年底第四季 我們就會召開相關的會議 那除了依照這個長照2.0規劃的ABC 三級的一個標準盤點本市我們 本市各區的資源跟服務狀況之外 我們也積極送計劃到中央 申請我們這個市辦的成為市辦的都市 那更希望能夠打造台南 做為長照的典範的一個城市 那這個是在失能長輩的照顧的部分 另外我們也這個在這10年 我們的居家服務也做得非常的多元 那我們居家服務目前有提供7000多位的長輩有受惠 那我們相關的一些培訓 相關的品質的查核 以及督導的基礎 進階成長等等的 我們都做了很重要很扎實的一個基礎 以因應未來長照2.0的推動 那再來就是讓我們失能老人家可以享受尊嚴的沐浴 我們有巡迴沐浴車兩部 那加惠我們失能的長輩 讓這一些臥床的長輩 他們受限於空間設備不足 或者是他們家庭照顧者 沒有辦法幫他們做一個比較優質的洗澡的方式 所以我們有這樣子的巡迴沐浴車 那讓這些長輩可以享有尊嚴的沐浴 那我們在未來我們希望能夠提供至少一年 一步400人次的長輩 可以使用這樣子的一個相關服務 那另外我們也希望能夠 這個落實社區的一個村裡都居老人 弱勢者全面關心跟實質照顧 那由志工前往探視社區的長者 我們全台南市有378處的關懷據點 所以我們有充分的志工可以來做相關的一個運用 那另外在兒童保護 跟這一些的部分 我們也建置了很多的一個服務 那最後呢我想時間有限 那也謝謝翼座們的指導 那我們會以溫暖的關懷 即時的協助到位的品質等三大理念 從事更好的一個福利服務工作的措施 也盼望我們一座 可以對我們本局多加指導跟提點 謝謝以上報告 來感謝我們社會局長的工作報告 那這邊現在我們兩個局處 勞工局跟社會局已經做完業務報告 那我們現在針對兩個單位 我們在座的同仁看有什麼需要做業務的執行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來登記 那首先我們第一個 因為我們現在有四位同仁就是登記 但在四位同仁裡面 因為我們王家蓁議員是我們的本委會的委員 所以我們請王家蓁、王議員 優先來做個業務執行 時間十分鐘 那個社會局 我想請教一下 就是說 這個是你要給我答案 還是我應該請問教育局 就是說 就是說對於一些身臟的朋友 對於一些身臟的朋友 或者他們有一些生活失能的時候 在學校裡面 因為生活有一些狀況產生 不夠應該怎麼講 現在這個用詞都很難用 就是說 如果我們對他的一個狀況 有疑點想要做一些法規上可以做的處置的時候 法規上可以做的處置 譬如說 驗尿 我想請教一下櫃局 這樣子的一個驗尿 是不是很明顯的 需要一定的程序 這跟你們舉例有沒有些什麼關係 譬如說 我們懷疑這個孩童 就他因為家裡算是一個 不是一個所謂可能中低收入戶啊 可能是家裡雙親不是一個正常的情形啊 OK 那我的意思是說 他是在學校 可是他的一些相關資料 又是社會局 你們算是在這個列案的嘛 對不對 中低收入戶 家裡有一些 不是很順暢的狀況 那我想請教一下 這種情形下 如果我要做一個 我是教育當局 我是學校 我要做一個驗尿的動作 法定程序來講 我要怎麼做 需不需要知會你們一定單位 你了解我的意思嗎 就是說他 他有些規範是 是你們單位要管的嘛 可是他的身份是學生嘛 對不對 他的身份是學生嘛 就像我說 今天一個小朋友 被很嚴重的 所謂的不當管教 那他是在學校的就學 那他不當管教這一部分 又好像應該啟動你們社會局的機制嘛 是不是這樣 所以我要請教一下 你能不能告訴我 現在所有的一切都需要一個整合啦 可是今天既然社會局在這邊 我請教你一下 類似這樣的情形 如果我要啟動驗尿 我應該有什麼機制 我想他既然是發生在學校 他應該就是大部分 王議員您這邊所提的 他的這個啟動驗尿的機制等等的 應該是在教育局這邊 他可能有他一定的程序 那但是我們社會局這邊 會做的就是後續的關懷 譬如說他是我們的低收 中低收入戶 或者他在學校有受到不當的管教 或者是不當的對待 那這一些如果有通報到我們家房中心 就是我們的兒童保護的這一個區塊 那我們會啟動我們的兒童保護的相關的措施 但是啞尿的這一個部分 真的是需要教育局這邊 他們的相關的程序來報告 那你們單位呢 你們單位 我們單位如果知道這樣的事情 他是我們關心的家庭 低收入戶或者是中低收入戶 我們的社工會去關心 孩子在家裡的狀況 為什麼他會被學校把它就是說 當作他可能有這個資餘 然後去做這樣的工作 那現在你們局裡能不能告訴我 什麼樣的情形之下 是所謂符合學童要被驗尿的 那個真的是我們社會局這邊 沒有辦法回應的部分 不是你們你們局裡如果有 譬如說今天有一個在外面遊蕩的孩子 我們認為他可能有吸毒之魚 我的意思說外面遊蕩的孩子 外面遊蕩的孩子 結果你們一查 先第一個通報單位還是社會局嘛 是不是這樣 如果你外面遊蕩的 你覺得他是看起來就 外面遊蕩的 然後他看起來就是說 無家可歸 或者是他可能是逃 就是離家的 那這個我們會 當然我們會做相關的 處於安置等等的 但是但是我們不會去做驗尿這樣子的 所以你們局裡所有關心過的case裡面 對 如果有 如果有 是讓你們想到要驗尿這個動作的話 你們也不是你們做嗎 你們是哪個單位做 不會這樣做 哪個單位做 我們可能會報請警察單位 是警察單位在做是不是 我們會報請警察單位 所以驗尿 社會局這邊會報請警察單位 社會局如果你們認為 他疑似有一些神智很奇怪狀況的話 你們會報請警察單位 所以你們自己社會局 從來不能夠做驗尿這個動作嘛 我們不會做這個動作 對不對 也就是說我要我要去查詢 那時候教育局不知道他們可不可以做嘛 對不對 好局長你先請坐 勞工局這邊 局長 我也想跟你請教一下 像上一次這個弱勢的 也是社會局啦 也是你們 怎麼樣能夠協助 我們共同參與的這個白手帳 這個市帳朋友的 協助他們更有一個參與社會 也能夠有一些相關的娛樂的面向 對不對 那我們共同參與的這個白手帳 這個活動 如果照上一次關懷的這個團體來講 我們台南是完全不知系 這是不是也是社會局該做的事 我不曉得了 完全不知系有這麼一個節慶 局長你能不能稍微說明一下 你知道我在講什麼嗎對不對 當然我跟王妍報告 因為事實上我來這邊 我還不知道說 10月15號是我們國際盲人節 剛好這一次有這樣一個活動 我認為是蠻有意義的 所以如果這樣的話 我們還會跟我們劉機長來互動 明年我在個人想 明年一定要繼續在辦理 當然我這邊很感謝跟我們珍瓦亞音 還有以前我們的參與 就馬豆區機長能夠這樣跟我們互動來辦 是這樣的一個白手帳 這樣來關懷事實上朋友 當然我們是沒有刻意每一年去辦這樣的一個節日 來為他們來辦活動 事實上我們在平時就有在關心 我們是我們忙那個事實上朋友 我們事實上都很關心 包括安排訓練 包括輔導他們成立按摩的小站 包括剛才我工作報告裡面的 我們現在的轄距裡面有輔導兩家中型的按摩宴 這個是全國裡面唯吾兩家的部分 所以局長如果以你目前手邊的資料來講 台南市對市藏朋友他們工作權的照顧 你覺得做得如何 事實上當然這個服務面 應該只是要求更好 應該沒有什麼 應該我不敢說我做得很好 應該是我們盡量能夠盡到想到做的事情 包括我們一樣有這樣按摩 還有當然大家都想到事實上朋友都會想到說 他好像是按摩 事實上我們也另外做安排 另一個包括接線商 怎樣都是輔導他的部分 所以現在他們除了我們 好像大家第一個想到就是所謂的按摩 可是你的意思說像接線生 這樣子的一個工作的職場 他們應該也可以升任 那你們有沒有針對這一部分 也給他們一些相關的訓練 有包括我現在我的勞工局 就有兩位接線生 就是我們市藏朋友 那因為勞工局做很多相關的職業訓練的活動 對不對 有很多嘛 而且你們是協助這些職業訓練 到時候有證照嘛 對 是不是這樣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大家很刻板化認為市藏就是去做按摩業 那勞工局是不是應該為他們也想方設法 同理他們的辛苦要謀生 這個沒有話講 給他們更多的機緣 給他們更多的機緣 你們該做的就是協助他們所謂的有釣竿嘛 是不是這樣 那我的意思是說 你剛剛講的 除了按摩業 接線生這一部分 需要這些市藏朋友 有一些什麼樣子的 基本的條件 或者訓練 勞工局可不可以 代為做一個好的規劃 這個部分怎麼會 包括當然大家會想 剛才王議員所提的是 針對市藏朋友來講 對 所以我們以後 又幫他秉級以及 以及要提升到 以及的這樣一個證斷部分 另外一個部分 我們還有一個奇怪 叫做職業重建 如果這些市藏朋友 進到職場 他需要透過哪些工具 來改善他 這樣職場上的 不利於他的這樣的設備 局長 抱歉我打斷你的話 我要跟局長報告的意思就是說 現在這個社會 很多職場 是我們過去想不到的 對不對 那但是呢 對有一些朋友 他有一些 不管是先天後天 有所不足的情形之下 我們作為主管單位 我們是不是應該也 多用點心思 去替他們著想 讓他們更能夠有生存的能力 所以我要講的意思說 我知道你們開很多 相關的工作的訓練的一個 班別 也是委託外面的單位 在做訓練的嘛 最常見的什麼餐飲啊 對不對 不好意思 餐飲是我最知道的 來一分鐘 對不對 好 可是 這個都是針對一般的民眾 OK 可你們有沒有用心思 針對類似 上次我們參與活動的那些 視障朋友們 除了 除了他們可以按摩以外 像你講的 還有什麼工作 工作權 是我們可以幫助他們 讓他們有一技之長的 好我跟議員報告 是我們每一年都有辦 我剛才我們現在 去年有辦的12伯班次 是針對生障朋友的專班 那當然王議員講我知道 那我們接下來 我們在明年的規劃 我會再去這樣 好 你剛剛講生障朋友的專班 不好意思 因為我們在講國際盲人節 所以我今天要特別麻煩局長 針對我們國際盲人節 讓我們想到台南鄉親 市障這一塊 幫忙做一些 同理心的一個處置 一個規劃 一個協助 局長 了解我的意思嗎 我知道 好來局長請坐 社會局 來 王議員 我們是進第一位 因為 延長了 我們就下一次好了 來 那我們接著請那個 蔡議員 蔡議員 王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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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到香港 135年 交過 這間庁 民口 減1 191903 非常多 見到台南鄉親的人 多坐 新娘區帶著大量桌子 這件事你知道嘛 甚至你們老公有發佈新聞過 說你們要強入接觸協調 我這裡拜託也好、敬敬也好 很多都是台服務22年左右 都在新娘區頂級 大部分新娘區附近 在中年事業對他們的影響這麼大 我要請到市長 你們強行接入協調 我們勞工局有什麼發營的經濟 可以保障他們勞工的關係 跟我們說 他如果25年可以貼金 可以四六個基礎左右 如果幾個一年五個 新的一年五個 貼金 那差別 差起來一個都幾百萬 我們就覺得可以幫他們做什麼 當然這個部分台子這個案 事實上我們一直在關心 包括今天他已經勞資雙方兩次的協商 就沒有完成共識 那今天早上十點半 他們那個協商代表有申請調解的部分 早上十點半會進行調解 那早上調解晚了之後 如果我們下午一樣兩點 就是由我們勞工局來做 這樣的一個勞資這樣的一個 相關提出的議題來做討論 當然剛才議員所談的 退休的部分 應該也是照這樣的一個規定 因為可能他有新資跟舊資的成員在 當然舊資的叫舊資的 但是可能大家比較擔心 我們要努力的地方就是在 已經靠近要退休 沒有幾年就要 一年後兩個要退休這些人 但我們也會跟他這樣 那是要有一個 是不是資方可以考慮 要有一種優惠的機制出來 包括他們去年也有優惠的退休制度 那我們也一直跟資方在互動 是不是可以比照去年他們的優惠制度 來這一次來試用 所以跟我們說 資方要依法 讓他們退休 我們也沒辦法到處理什麼 當然在法的立場 是沒有辦法 但是當然依法是我們是 你們有什麼手段有什麼技巧 有什麼法令根據可以要求 就是說 當然 我們不敢說他惡意解僱 因為國際法 他們競爭都不夠 官場社會 這個公司要給他決定 況且他是上市公司 我們樂工局 有辦法有什麼領域可以跟他 幫他手 我真的要說 有什麼手段可以幫他牽制 說他不要這樣做的時候 你惡意 要主見的時候 我們樂工局可以幫他手 當然這個東西 因為他既然依法 當然我們是技巧上 我們是技巧 我們不是公司的 我們是技巧 那為什麼要做 當然這個本來就是之前的部分我們就有一個機制 我們必要這些人員 我們必要媒介給我們訓練救護中心去跟他做這樣的一個救援 這個我們機制上都有見過好了 這點我拜託啦 因為你回到來在劉鎮街 劉鎮執行這個事情 出國不發生了 我們在我們客人也說起來這個大件事不少 因為我們本來的工場就不少了 這點我拜託你會神幫忙一下 不要讓我平和劉鎮說 人口越來越少 一個工場那麼大的公司要關閉起來 政府人員都要主権 讓我們造成家庭的壓力啦 這點聽說 謝謝我們財議員的關心 劉志郎 你在來議會你要稍微注意啦 有時候議員在接吻的時候 你要查影官社 這邊議員在叫你通電話 這邊議員要問你的時候 你應該我觀察你這個領力 還沒很好 你做了還沒久 我的感覺齁 普通這樣都電話先關了 馬上議員要跟你指示的時候 你先回答 你問什麼 這個退 長照中心 日間照顧啦 日間照顧 陸前的進度到了 你落到什麼進度啦 我們現在會接辦一些活動 或是帶這些民眾去參觀 我也有親身去跟這個 當地的意見領袖有跟他們溝通 要溝通你怎麼樣 要叫你溝通 溝通啦齁 我們現在日照 當初 我有跟你講過 這間公司 萬安 在100公司的一月二日前 在開社會 他們的老闆的製造 我的製造 那些理民就請你表達反對 縱使我們工作頭 在100公司的一月二日前 跟他們報告說不可以做 要跟你們說什麼 去清雜項執照 清這個公司也不可以說 重點來了 有家主席跟你們申請 你們有公開照片嗎 或是說 有夠計的我就來做 你們有公開照片嗎 我們的這個領袖是100公司 三年的時候 公司主動來發一個文 跟社會局說 說 這個他們要來做日照 因為他們等級 那個空間都是不適用的 這是公司跟社會局說的 其實你要聽我問啊 你不能說什麼 現在就是 我現在說就是 你要公佈這間做的時候 不是 我現在就是要跟議員報告 這個領袖 我們就把這個當時我們的手中 所有的這些 可以來做日照的這些民間團體 第一名的 第二名的第三名的 我們要一一詢問 一一詢問第一名 第二名的 他們都沒有議事要去做 所以第三名的 萬安 他說他有議事要去做 我們就介紹這個第三名的這個 就是我們有兵股嘛 我們有兵股 有分數的部分 這個部分 就是說我們有跟這個 副公司說 讓副公司跟這個第三名 我們跟他說 這個有複合主計 你們去說看看 所以公司跟這個萬安 說之後 公司就說 好 要讓萬安來做 發一個問 讓萬安 那是公司發問 讓萬安 對 公司反公司你們不認 沒有啦 現在就是公司跟萬安 我現在問你們的制度 你們制度 就是我剛才剛才議員報告 就是你們給你們選好的 要去做 我們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 你們有這個辦法嗎 沒有啦 我們有這個機制啊 又說到這邊 這個部分我們是 每一年都有一些 因為 這剛才傳播之後 很多人給我反映說 不要議員 他去做什麼 沒有照標 我們都不知道 不是 這不是用照標 我們就是說 我們的手中有一些 我們臨選的 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 他給我提供資料 你沒有辦法 咱們都說你是客觀的啦 說八個就去做啦 說八個就去做啦 說八個就這樣啦 不然你平均結果給我 這兩天我出去走 人家跟阿公會議員 不行 他去做我們都不知道 但是我們有公開審查機制啊 對啦 他要做你們的身材有夠計 不是不是 我剛才有說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 這是公開審查 對啦 你評鑑有啦 不是評鑑 不是評鑑 就是說 因為我們要準備起來放 所以我們台南市所有的 才可以做 對啊 你就評鑑他分手關機嘛 我們都有去評估 審查他的這個 我們有公開 主計比較好壞嘛 對不對 有分手 排在那裡 對啊 對啊 人家有的五回規機制 像人家人像人家 像人家人家 統貌要做表 他就訂一個機制 給大家 你不然對下單 他都能去 去 競爭嘛 我比較高 你有沒有這個機制 沒有啦 你跟他講啦 我們有公開審查的機制啊 這個表的機制啦 這個部分 我們是不公開 所以你現在他要就是 這個 我們講有錢人賺的事 很多人來減去導師 就是說 小宮我都不知道喔 他要有肥金做 我都不知道 我如果想要做呢 你們回去要修正這個辦法 比較好 你分手 這個 平這個分手比較高 你比較高分 人家會回過機制 不一定我們回到地方那麼多 啊 分手 到底要減幾分 我希望你們這個 日照的機制 要建立啦 不是用感到 我都沒有標準 我覺得比較會給他做啦 沒有啦 你下來我跟你說對筋 還要減幾 我們要做啦 不是沒有要做 你們現在 獨自行選一間 你們就違反這個競爭 公平 集票的機制啦 你們自己拐廟他做的啦 跟他說是這樣啦 欸 我們是照那個 照那個 對嘛 意思 好 一分鐘 我先要強調做一個人 所以我們會把我減幾 你們這個機制有課點 你們 給你們評鑑的評鑑 評鑑的公司 幾分 可以嘛 我可能這個30%嘛 啊 人家賺的 要全部回過的地方 喔 人家很高興 有可能20% 啊幾十%嘛 大家在頂照表 先出條件 很多都是這樣做嘛 你不是一個 算意嘛 啊 頭的我不知道嘛 我頭的就是說 你們怎麼算到他的 你們跟他講 他還會出價嘛 結果 人家要做的跟他講 就不是這樣說嘛 你們管理不錯 你不可以 想靠過 某議員去講 我這個保證有啦 你不用跟他講沒有啦 齁 一百碰三年 好啦你不用跟他講啦 我 你如果我跟他說 我 我差一位 你不可以不跟他講 我不可以不跟他講 因為我沒有在誤會沒有啦 所以你這個姿勢我來建議 不要說我把你撈開 你應該建議這個姿勢 不是有夠計 我可以給他 算 好 好 好 謝謝蔡議會議員 局長 蔡議員有一些疑問 麻煩局長 公司是多少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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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薪資是多少 多少 這個可能 我就沒有 按照労基法 現在時間一百二十六 一百二十六 一百二十六 他說 我是正式的 還是認識 還是公主的 沒有 那就自己直接就講時薪 就時薪 我以前是公主生 我也是按照勞計劃 我有能夠126的薪資 對不對 我請問你一下 這本是怎樣的 當然這個是我們發的 你是不是提供我們的 就是一些勞工有就業的機會 那是這樣 對 你提供他的工作 所以上面你寫得很好 哪個公司需要什麼的就是工作 什麼人才 他的資格是什麼資格 你都想說好 但是你有把關嗎 你裡面都有把關 你現在拿這本裡面是 時間是120 當時是120 對2016 我告訴你這本不管是2015 2014 你進一步 這本是代表我們台南市政府處理的 對不對 所以他裡面所有的規定 應該按照勞計劃再去處理 對 那不然後來他來 有勞資的區分 是不是 你保證嗎 應該 應該是正常應該是 應該是有啦 裡面有 有一個公司 對 我們不講哪個公司 他說的 他的待遇 基本工 實薪 不含加薪 加班 跟其他的獎金 他的工讀生 實薪 一百一十五塊 一百十五 一百十五 蛤 你說你有把關 這本出來是代表台南市政府喔 代表我們勞工去把關的喔 提供那個勞工 我們工作的機會喔 你紀念 在裡面 有違法勞規法 一百十五塊 你說得對 那醫院我們 我們以後來這樣再矯正詳細一點啦 這個就跟醫院抱歉 你這樣子的一百四塊 你懶懶 只要寫得很清楚 一百十五塊 這個可能沒有矯正到 一五是在前面 一二點之前 你怎麼去教育 你跟他講的 我們就是資番這邊 你要提供這個機會 你要有什麼規定 你上了那個勞工的時候 當然我們非常歡迎 因為我們要媒合 我們必須要有資番嘛 勞工想要找一個河頭囉 你看 你現在講 我們勞工局辦了很多的就業博覽會 屬於人家 我有去看現場 每一產我幾乎都會到啦 因為我們想要去了解一下 那我們也肯定 勞工局 所有工作同仁的辛苦 因為現場 包括我們本局也好 包括一些工業的配合也好 我們覺得 我們非常的高興 我們提供這個平台 但是你來這裡 資訊來這裡 你紀念 我歡迎說 你紀念在時薪上面 沒有按照 我們的勞計法 126塊 起薪 你紀念是 185塊來起薪 這種來說 如果我們的勞工 我們要就業的人 要找頭路的人 他今天去印清 他今天去上班 他今天真的拿到115塊的時候 未來 是不是又產生了勞資的糾紛 這個政權很大的困擾 局長 這是不應該換的錯誤 抱歉 因為我們 我們下一次一定要 把這些條件 再校正清楚一點 好不好 謝謝 除了你們校正以外 我們也希望說 你在教育跟資藩這邊 希望能夠他們能夠 一切的規定 一定要按照我們勞計法來做處理 這個要求都有 只是應該我們校正沒有 為什麼會有這個樣子 所以你應該再一次的 嚴格把關 謝謝議員的 因為勞資集分 我相信現主席大家都看到 感謝議員的主席 勞工局這邊 事實上也是相當困擾的 尤其以前勞資集分的時候 都透過資務基金 那邊做協助的調整 不過再開放到我們勞工局這邊 尤其勞動基金 事務基金那邊 他們提供的委員會 跟我們勞工局的委員 是一樣的 那是這樣 對 委員都是一樣 是一樣的 委員都是一樣的 可是我們今天很多的 都不知道 他覺得當然 我以本身來說 我不了解裡面的一些規定 我也覺得 勞工局所提供委員 我有信賴感 但是 滴感察事務委員基金裡面 他事實上也是 是有這個功能的 他的委員一樣 他的效力是一樣的 所以 我們應該 因為我覺得 最近勞工局這邊 因為勞資的集分 很多的案件都 塞進我們的本宮裡面 造成我們的工作人員 事實上相當大的壓力 而且品質上面 我們會蠻擔憂的 所以我是希望 在蘇貞這邊方面 我們局長 能夠多多的去先導 好不好 這個不能我跟議員做說明 我跟我們市政府 都希望全部案件是由他做 但是勞工規定 勞工有選擇錢 對 結果就是我沒有辦法 但是我意思說 你要多多先導說 這兩個單位是一樣的 因為有勞工事務基金 會做的監位 是由勞動部租屋 我這邊做的 是由我們市政府有租屋 所以我們希望說 你多多先導 好不好 讓民眾知道 這兩個單位 我們勞工規定 那邊 事實上功能是一樣的 好不好 那這邊我請問你一下 如果在勞動檢查的時候 我們的事務單位 他必須要到我們勞工局 來做說明的時候 這個問題 你是怎麼去 因為現在勞工規定 有兩個 一個就是在台南關 以前台南關 就是民治中心 一個是永華中心 如果我今天 我是認得的 我的事務單位 我是邱雄 我祝福在那 和我共同在認得 這問題我要去南邊說明 這部分可能 因為事實上我們的勞動檢查 他是分有責任期 他如果現在的方便性 那我們回去再檢討 所有責任期的劃分 盡量能夠吸染的 能夠劃分到 到 你永華行進 人得跟我們的東區一線資格 一線資格 一條路的意見性資格 包括現時 我們在國這邊也是一樣 跟各餘的事務單位 事業單位 事業單位如果發生問題的時候 必須要去做一個勞動檢查 說明的時候 你一定要要求 他去到 我們的民治中心來做說明 你是這樣會是不是會做成 我們的祖宏這邊 頭部這邊 公司這邊會不變 在變明之下 這個規定是 三人規定說一定 要去民治那邊 還是一定要來英法家 來做說明 是我們要規定啦 還是有法的規定 我跟一眼做說明 應該是因為我們勞動檢查員 剛好他的 他的責任親是在民治 所以他們在那邊 那這個接下來我們會去做檢討 但是可能量的東西 因為 實際上我們現在永康 來我請問我這邊要麻煩你啦 既然我們民治跟永華 已經有兩個辦公單位 而且兩個地方都有我們的業務單位 所以我們為了要辯明 辯明的一個基準之下 應該由事業單位自己去選擇 你今天要來說明 我們一定支持 因為我們覺得他有某部分 有應該有說明的空間 所以我們給他說明的空間 情況之下 地點應該由事業單位自己去決定 事業單位決定 他是要去民治啦 還是要用法 不是你來規定說 你來看 在人家 你看保安那邊 離我們用法多快 還不是 他在頭上一直歸歸歸歸歸歸 歸歸歸歸歸 我們的新娘 這樣才有辯明 這樣是不辯明的 局長 我跟一眼做說明 我會拜託他來做說明 第一個就是第一時間到工廠去 他沒有辦法提出相關的證明 我跟他說明我們沒有意見啦 他就是需要 他一定要去說明 他一定要去說明 我的意思就是說 別名之下 你今天要說明的那種地點嘛 不要讓我們自己去看 你可以有個單子讓他選擇 你今天 當時你去 來到我們勞工局說明 你是要去民治 還是要用法 你讓他來選項嘛 你後面的規定 不然只要去到旁邊而已 阿南庫 你還要選擇 他要多錢 他在用法也很近啊 為什麼他就一直跑跑到那個名字呢 所以我們在 便民的基準之下 是不是局長你可以做這個開放這個方便之門 這個我們回去再做責任區的分配啦 那盡量以置議員的精神 我知道就是盡量以便民為方便 他要到哪裡 但是我們要針對這個檢察員的責任區 我們回去再做詳細的規劃 他可以來用法這邊阿 我們檢察員可以來用法這邊阿 如果他選擇到用法 我們要便民 便民的情況之下開這個方便門嘛 好不好局長 我們會朝著議員的精神 我們回去再做業務上的最愛檢討規劃 因為那是以前舊的以前的 縣市的一個氣氛嘛 今後啊嘛 今後變了為什麼還有這個 這麼滿點阿 好再一分鐘 喔局長 好可以啦 好謝謝 來我們社會局局長 我請問你一下 我們現在所謂的就是緊急 緊急就是協助 包括一些就是急難救助這個部分 你在我如果我今天我是一個案子 我要送進去 我送進去的時候 核准要多久 送進去 我申請急難救助的補助金 這個要多久 我案子送進去要多久 我才能拿到錢 我們關心都會當天就關心 對 那要拿到這個急難救助金的話 要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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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三天吧 三天 對馬上關懷是三天以內 三天 以內 你有做到嗎 你的理想的實際有符合嗎 三天是你的理想 不是我們都會 我們都會 你這個會時間有限 局長 三天是你公開講的喔 如果案子 我們常常沒有在三天拿到 所以這個你要 我 謝謝 雞尾燕議員 接下來我們是李文正議員 謝謝 那位 謝謝 這個不公不忌的社會 實在說 沒有那麼非常 就是說 做一個民意代表 沒有辦法來改變這種 不公不忌的社會 這是我覺得我最大的建設 我每一天在這個露林看到 台灣人在照理做的時候 我每一天看到 頭上的頭在頭上 少少嚴厲 大家在那裡營墊 在那裡白天 在那裡黏泰爐 在那裡做頭水 在路邊當 在那裡圍到三塊五塊十塊 做工作做到三千半 這麼可憐的台灣人 這樣拖廊 雲丸 雲丸 不然 來拔到一個政府的 這種的主委的合理的分配 所以每一天我看到說 勞工局 這是很大的風景 這個局長我請教你 現在我們六甘平金的 天油金多少 年金 其實這一個部分 我問你多少就好了 那個是不是公布的也是不準的 那個東西 怎麼可以 你怎麼可以說不準的 你說這樣我會想起喔 亂來 你說這種的素理不準 你問換一個圍的時候 你就 你就換一個頭角 怎麼可以 怎麼可以說那種的 沒有我跟你一眼報告 我 你可能我跟我說的不準的 方便不準 我講的那個是跟司機有 我講的那個是跟司機有 我講你那麼多 我跟你說 將時他沒了六十五歲 在領六年金 領六年金 才領三千五百塊而已 局長這樣有準還是不準 社會局長這樣有準還是不準 沒有錯嘛 六十五歲 一塊他沒有留保年金 他沒有退休金 他就是要三千五百塊而已嘛 三千五百塊要怎麼生我 那個社會局長我請教你 那個 我們最低的基本 生活的標準多少 我們那個 我們一個月 我們的支出 買得到基本的生我 要多少才有夠 一萬一千幾塊 一萬一千幾塊 一個老人 他領三千五百塊要怎麼生我 三千五百塊是 國民年金的部分嘛 另外我們六十五歲以上 他有符合這個 中低收的老人生活津貼 這也有 另外就是說 他如果是這個 經濟有困難的 其實有其他的幫助 我告訴你 局長那麼多 所以我說台灣是一個 不公不義的社會 因為 我們的這個 人生離病床 哪有這麼說有一個 一個月領下 十萬的提供金 請請連前 請請浩波村 他們這些 高官官貴 一個月而已 我哪有十萬 鄉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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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千塊 領三千五百塊 你如果農民町貼 領一個七千塊 七千塊要怎麼生我 局長 你說的 三千塊也要萬一二塊 現在 物資檔那裡貴了 萬一二塊要怎麼生我 但是可憐 今天你台灣人經年 還有一些老大人 領三千五百塊而已 領七千塊而已 今天 勞工平金的二金 局長 為什麼呢 因為很多勞工 他賺錢 要怎麼去勞工 他今天勞工 如果要勞工比較高 如果要補四萬五千八 他就要勞工一樣的這些 減補費用嘛 他就要為到這些子女死生 他就要去勞這些費用嘛 唯一年 要勞工比較高的這些 這個新租他也沒辦法 所以我看到很多這些勞工 都是差不多領七八千塊 一萬塊 一萬通塊而已 所以 勞工的貴油金 贏金 領起來差不多一萬三千塊而已 你若是說含這些老大人 含這些老人 含這些老人二金的 還算下去的話 我跟你說 黏一萬三千塊 黏一萬三千塊就沒有了 那個局長 所以你說這種的素理不準 說這種的素理還要太高 這種的素理 所以這就是怎樣呢 不知道民間的痛苦嘛 所以現在 這個民進黨的政府 說要下鄉去選團 我跟你說 不用選團 你們的這種民意 不是說靠你去選團 靠你去工庫 今天政府離開的公共費 敢不坐嗎 你們的新聞處 新聞局 你們每一個單位 你們都有這些選團的費用 你們怎麼還沒辦法 提到民意的支持 你們自己還沒要檢討 你們怎麼還要選團什麼人 你們要把什麼人選團 你們怎麼還沒辦法 我說真的 今天我們台灣這種社會 真的實在是不公不義 台灣人想要高義 台灣人想要善良 所以我每一次 如果是說 在審查到這個勞工局 還是社會局的時候 我說這是非常大的風氣 非常大的一個建設 今天當我們的人民 他沒有肚子生我的時候 他在那些人艱苦的時候 大家在那 這樣 沒頭路 為了家庭 大家在那些人痛苦的時候 你自己想我們會不會睡我 人是有肚子有肚子做的 你如果說看到那個人在那裡 在叫二爪的時候 你要看現在 這個竹丸 鐵仔 座 現在也夾很速 他一直在那裡 要燙光了 他用這樣來在意識的生活 結果我知道這個人事處我說嘛 今天我們政府應該我們就要 去調整這些一個單位 不必要的單位 都要趕緊彈彈出去 這樣民調就好起來了 你像說我只看著說 你要看像我們勒工 叫我們有一個正方式 那社會叫我們有一個正方式 那我請教你啦 今天你平平的董事的中間 你覺得這麼人讚 你不說我沒有事情 找到有事情 那你紀念如果是說正方式存在的時候 那不然你要做什麼 真正你們賣就沒有事情 跟你找到有事情 那不是這樣 像正方式這種廖白的單位 這以前就是倫利 競連在一個民主的社會 民主的攝帶 民旅在一個高中的一個攝帶 競連這種的每一個 你如果說以前說 就台南市政府還沒學兵的時候 說就只有一個正方式 就一個而已 沒辦法 想到那個小姐也一個而已 你看現在每一個局的時候 都有正方式 你像林書 以前一個林書處而已 你看現在每一個單位都有林書處 你這個政府 我們這個政府 越壞變越大 錢越開越多 你如果想像 我們的這個 台灣分成一頂國民 二頂國民 三頂國民 四頂國民 五頂國民 一分鐘 好一分鐘 齁 所以我說 每一次如果想像 方式 或是說 在身分成一頂國 當時 我的心都其實難過 所以我說 你說應該怎樣 應該 你像說日本 東京都的地殖 你看人家選調之後 人家就主動把他的薪水 把他減一半下來 所以今天我們政府如果有 那種的一個決心 真的有聽到我們的人民 我們就要把所有的政府的 不管議會啦 不管政府單位啦 所有的這種法律都要減下來 開銷都要減下來 連來我們的冠軍照顧我們這些 公大這些 國家的這個主人 這樣我們這些 社會教 勞工教 我們這裡有那個存在的意義啦 好 李議員剛剛意思說 蔡英文總統要不能不公不義啊 把什麼政風人士通通拆料料 這樣比較好 來我們先跟市府官員 以及我們本會同仁報告 我們到十一點鐘會休息十分鐘 所以下一位許志村議員 結束之後我們先休息 麻煩許志村議員 麻煩許志村議員 好 感謝主席 那我們那個勞工局 我剛剛看到你們那個報告 首先要肯定你們勞工局 對勞工界還有企業界的這個 就業的磨合 這個區塊裡面是做得很用心 也投了很多的人力跟智慧 那相對的在某個工作裡面 你們的成功率也很高 這是我個人特別肯定 那剛剛我看到有 有一點的就是 你的報告裡面的四十一頁 四十一頁裡面 剛剛你這個 這個街友的互活節的餐會 那我曾經也跟社會局局長 也討論到過這個街友的問題 那我是個人的一個看法 街友他是真的身體都很健康 也很強壯 怎麼樣去把他找到一個工作 然後給他有餐餐可以吃 給他一個生活環境 給他的安居 那把他們這些人力 把他創造一個社會的價值出來 那剛剛我看到你的報告裡面 是有跟街友這個方面的 業務上的接觸 那我是建議這樣子啦 就是我們勞工局 相關的業務的經費 結合我們社會局 是不是能夠磨合出一個 有智慧 有方法 讓些街友 能夠對我們社會的公益也好 付出也好 造成他的一個社會的價值出來 我比喻講 事實上我們政府機關的公園也好 或是相關的環境也好 當然我們都有很多的鄰近的志工 義務的幫忙 打掃環境也好 但是把這些人把它整合出來 是不是用一種短暫的時間 然後把它集合起來 能夠發揮最大的效率 這是我一個理想化 當然有很多執行面我想 有一些是要克服 也許執行面是不容易執行 而且是會夭著 但是我的方向是說 把這些的人力 能夠創造社會的貢獻 這是我第一點 跟勞工局 剛好社會局局長也在這裡 所以我是提出這個問題來 那沒關係局長你先做 有一些問題我們現在看到社會勞資爭議 勞工的不滿 然後勞工的罷工 我們從比較大的新聞 就是中華航空的境外津貼 產生罷工 產生條件的一個大家的協商 後來延伸的一個背信問題 就是沒有承諾沒有去旅行 造成的 我們現在的勞工 資方要提出告訴 那從這個問題裡面 我們的勞資問題 不斷不斷在延伸 對勞工也造成一個損失 對資方也造成一個損失 我們把它 也當能夠在勞工能夠更和諧 這個是最大的公約數 但是我們從過去的產業裡面來講 沒有這本勞計畫 基本上勞工當然 有聽到的一些委屈 但是也有聽到的一些 肯定資方給他們的就業的機會 那從有勞計畫以後 當然我們是要保護勞工 但是資方不願 資方不願 他們有賺錢 當然給勞工比較好的生活 這是理所當然 但是政府扮演的是第三者 是在雙方的平衡點 能夠來保障情況是這樣 這個法是比較合理性的 這個法跟一般的刑事法 刑事訴訟法 民事訴訟法 這個法是不一樣的 跟我們的交通違規不一樣 那法在那裡 業縣裡面 你就是要懲罰性的 但是勞資雙方裡面 它是有意見的磨合 是撞造危機變成這個轉機的 這個之間要有他們的溝通平台 所以我一直在很多 很多的想法裡面 在這個勞計畫裡面 為什麼我們在台灣的各行各業 只適用了一本的勞計畫 只適用了一本的勞計畫 一輸水中 大家都要請這輸 折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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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折 我們也一定要用 他自己挑戰 還是洲俑二日 各有所需不一樣 都很難平衡 所以在這個 我們看在我們很多產業裡面 真的勞資的對立 過去是革命情感的合作夥伴 產生有後面的福利問題 津貼問題 金錢問題 造成的一個意見分歧 分歧變成對抗 對抗變成仇恨 就把你捕捉你倒 好 那大家沒有工作機會 我就跟你離職 這樣的一個情況一代一代的延伸 所以我們最近看到 我們的康和的政見 救治新治也產生了很多問題 種種問題 但是終歸一句話 我希望 拜託王機長 有機會到勞動機開會 勞動基準法 是一個不肯合理的 一個各行各業的法 可以說 有一部分不是人是變成二法 適用的也不一定恰當 我希望朝著這次分類分歧 來制定一個比較合身 比較適用的勞動基準法 這樣子我們把他的勞動 勞資的爭議 把他講下來 這個結合製造我們台灣的一個經濟的起步 可以看得出來我們國際的情勢 我們內部裡面 勞資的爭議 政治的形態 社會的形態 貧富的對立 族群的對立 勞資的對立 看了很多的這樣的一個意見分歧 不是我們大家所願意看到的 人家國際是在整合 是在進步 是在犧牲 然後獲利 那我們不是 我們是在消耗 這點我們對台灣沒有好處 尤其在我們國際的方面 區域的整合 貿易的互惠 這個一個整合造成的一個很大的商機 基本上來講 我們台灣 領土也不大 人口也不多 過去我們是因為技術超越了人家 但是技術是可以培養的 也可以改變的 設備是可以更新的 我們要有危機意識 所以為什麼我們現在的出口GDP 為什麼會下張 每年我們經濟部所告訴我們的 一直都下法 都沒有辦法疫情那麼好 結果在哪裡 為什麼經濟部不敢告訴我們呢 只能講說 未來疫情可能會比較樂觀 比較好 這個人家講 每個人都很難掌握 那從我這個個人的觀點裡面 只要資方有錢賺 他不可能會收 賺到這就沒關係 但是我如果沒有錢賺 我做的要做什麼 是不是相對的 勞工理就失業率都高 那失業率高的話是不是產生 他就沒有就業機會 所以我想在這方面 這個勞計法裡面 應該從這裡來找出一個方向是比較好 我們知道 各位不知道知不知道 我們現在台灣的外籍新娘 勞工的外勞是因為婚配額 但是我們外籍的新娘 只要她是居留證或是身分證 他們的就業率多高啊 我們現在很多的工作機會是給他們已經佔有趣了 為什麼 局長 你是族風啦 你坐下來 你是族風啦 你相對的 你的條件 你是要生存嗎 你勞工和找工作 我是不是要找薪水比較高的 福利比較好 相對的嘛 但是 雙方立場去互換也要去想啊 你有工作機會 當然 政府在你保護之下 許可裡面 我想這都是合情合理 但是勞計法裡面 它的制定裡面不是這樣的一個大方向 太倉促 太倉促制定出來以後 也沒有人提出每年我們的徵修律條文 是不是應該修改 所以我們台灣很多的條例 坦白講 都沒有從基層裡面遇到的盆景 包括我們社會局 遇到社會的福利也好 都沒有行著漸進式的三個月一季 我們地方的科室的檢討 送到半年級的檢討 市 一年的檢討 直接送到中央 匯整檢討 把以前法令不合適的 現在遇到的盆景 有沒有施法性 如果過去的惡法這樣子產生的一個盆景 有沒有折衷性 沒有人去提出這個問題 我們施法單位是一樣 我們施法的法令是一樣 也沒有人去提出來這個修改 一個健康的都市 一個社會的和諧 一個社會的公平 國家的進步是不斷的要檢討 法令也是一樣 我從這個方面去切近 我們的施法跟勞工一樣 所以我們台灣欠缺的在中央 在地方養 沒有制定一條線的基層的一個反應 然後上下縱橫之間能夠連貫起來 產業企業都一樣 社會法條一樣 種種問題我沒有辦法一一敘述 但從這個方向裡面 我希望我們勞工局局長 適當的反應有機會 是不是 好 我們謝謝許志村議員 剛剛有跟各位報告 休息10分鐘 就算了 謝謝你 請說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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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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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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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对包括 感谢观看 这个部分 感谢观看 所以说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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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整个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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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非常好 那個知錯能改 局長 你的反應起碼比社會局長還來得快一點 好 這麼多的中高齡事業人口需要你去胡倒 你認為你胡倒的不好 那怎麼改善 那他那邊又有這麼多的一個長照2.0的人力 人力需要來補強 那怎麼辦呢 你們有什麼比較好的方式 他那要三千五百的 你這裡每一年你要輔導 光是中高齡就一千多個人 怎麼辦 這個部分可能接下來我們要再跟社會局 有沒有比較好的方式 可能我們要接下來可能要跟社會局長互動 如何來做培訓的部分 培訓的部分 培訓的內容很重要 對對 你被 督導 被重視就是你 好 一分鐘 你常常勞工局培訓出來的人員 然後不是用在你真正落實你培訓的一個項目裡頭 簡單說就是說你叫他去 你教導他去做烘培 結果這個烘培症狀拿到了 他找不到工作 他竟然到加油站去再做一些 他需要趕快變現的一個工作 那怎麼辦呢 局長 當然這個部分剛才應該跟議員說 我們要 可能要跟社會局合作 辦理培訓課程 那接下來議員所講的當然 我們很多進來培訓這一類的 但實際上他從業又不從業這一類的 當然這下有可能我們要招勁的這樣的一個對象 可能我們就要做一個事前的這樣的一個篩選的動作 他是不是真正有意願投入 這個長照的業務上的就位的部分 所以你只有想到這裡嗎 還是要總質詢再來說 你想到了目前的工作規劃只有這樣子 是不是 局長 勞工局 社會局 尤其社會局這邊 你的長照會是非常非常嚴肅的一個 大家都很關切的未來 因為台南市的老年人口是全國最多嘛 對不對 那長照本身又需要許許多的人力 大概不是說什麼電腦科技來了以後 就會被取代的嘛 對不對 所以社會局在這一塊 怎麼樣跟勞工局這邊有一個 相關人力資源的一個培訓計畫 大概醫護人員可能沒有辦法滿足 所有長照所謂的服務人員的需求 長照中心是不是這樣 主任 是不是這樣 你們現在 所謂長照需求的服務人員 就說 就是勞工局他培訓了100個 可能只有20個會做 只有20個會做 OK OK 所以他流動率非常高 即便我們勞工局給了所謂的專業培訓 但是待不久 是不是這樣 那待不久不是應該是 你們工作環境的問題嗎 也不一定啦 因為他真的是3G 很困難 有的會覺得他的這個工作的形象 還有他的一個就是 最近也有媒體有在報說 他可能會有一些被騷擾 OK 本身的造福員 他會有擔心 可能被一些 他照顧的 反而對他產生一些不適的感覺 是吧 OK 這個部分就會影響他的流任 OK OK 好 那勞工局 我也想問一下 像你們這一個區塊 事實上是你們做一些職業訓練的時候 應該算是隨著這些年 我們中華民國越來越高齡化 你們需要去多努力 把它建置完善的一個訓練職業的區塊嘛 對不對 那剛剛社會局講 你們有沒有做一些互相的統整 彼此之間 隨時的一個溝通 怎麼樣能夠滿足社會局需要 怎麼樣讓你們訓練的 所謂的相關 這個民眾 能夠了解他所從事的工作 要不然你就不要來嘛 資源有限的情形之下 對不對 所以這個問題其實是非常嚴肅的問題 好 謝謝兩位局長 來 接下來我們麻煩呂維映 呂議員 謝謝 好 謝謝主席 請問社會局局長 我幫你請教 我們關懷九點 現在有幾個關懷九點 關懷據點我們現在有378 378 378的關懷九點裡面有幾個是來進補補装 幾個 來政部補装嗎 洪主任 300多個吧 300多個喔 這樣是有負擔很少啊 幾個 大概我們目前市府點大概40點左右 40點啦 所以大概有300多點都是內政部 這個 應該是說衛福部啦 為何部社加署來補装 洪主任請坐 這個 劉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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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說我們8月臨時會的時候 這麼通貨 所以我們今年真的比較慢 就是說我們10月7月6月 我們這裡總部下公所 讓他們去處理 劉局長 你們知道來進步 這個衛福部的補助 衛福部的補助 優等一年補助多少錢 18萬 18萬多少 18萬啊 18萬1250塊 謝謝議員 那如果假等呢 蛤 假等呢 假等17萬 17萬5千塊 是 那一貴多少錢 一劑多少錢 一劑多少錢 對 大概我們每個月是1萬 那個6萬塊是獎金 18萬1250塊 一劑大概是4萬5啦 對 啊 假等一劑大概是4萬3千多塊啦 局長 尖門 理事長 或設區 或里長 或里辦公室 結合制工 再幫我們市政府 推动执行关怀长者的业务 没有错 论真是我们市政府的重大政策 也是我们过期非常重要的一环 那为什么会从再做第三季核销了 第二季的钱都还没有拿到 所以简单的说 即便你刚才有说 前十月份已经拨到公所了 但是据点的负责人其实还没有拿到 可以说台南市政府社会局 并金色一个股点 你们大概都欠人九万块七十万块 据点的负责人为了执行我们社会局的业务 需要先贴钱贴十万块 你觉得合理吗 我刚刚说明就是说 我们希望中央能够修正 希望中央修正 不要什么时候推中央 不是真的我们很困难 因为我们没有这个部分的金额可以代电 会计主任 中央什么时候拨钱下来的 8月25号 现在几月 现在十月 十月两个月在干嘛 因为我们预算是还有电付的程序要电付案议会通过之后 我们才能够去做所谓的拨款的程序 这个是电付案的一环吗 是因为要电付 中央都已经把钱拨下来了还需要电付吗 因为当初他所一开始预编的时候他并没有中央并没有事先事先在年底之前就是在我们筹编预算之前将中央补助款的文号告诉我们他们要多少所以我们没有办法事先编入预算所以得要透过电付案的程序将在105年的部分将他中央并没有事先编入预算 我们补助款来透由预算程序来处理 那这样子的电付案不是应该你一早就应该要开了吗 你应该一早就要送了啊 每年都会发生啊 怪事议会吗 不是要有核定公文那他的核定都是陆续才核定的 回去检讨你的流程啊 每年都会发生 每年都需要电钱 你愿意电给人家10万块吗 这个部分我们会那个 是不是 今年很扯 8月份钱就下来了 10月份才拨到公所 如果照你这样说也不能拨到公所啊 对不对 你都乱讲吗 是吗 过了 对不对 所以不要什么事都推给电付案 什么事都推给中央 你们如果连行之有年的关怀据点 都需要让负责人让据点等这么久 都要贴10万20万 那请问你未来接下来 刚才赖会员议员所咨询的长照2.0 谁敢做 谁敢接 是不是要贴更多 不要说事情要做更多啦 只要是对社会有益的关怀据点都愿意去做 但是你们的核销的程序 你们拨款的程序不应该拖半年以上甚至拖了8个月 这样接下来没有人敢接我们社会局的业务 局长拜托你去修改相关的流程好不好 好 我们检视 去检视相关流程 每当都发生啦 今年最合 所以不再拖给中央了 请坐 局长请坐 那个劳工局长 劳工局长我想请问 这个一说你知道我们台湾是有多少低收入户吗 不知道喔 社会局长 我们台湾是有多少户低收入户 一万人 一万一万空 一万空啦 这核真好 这核心里既有色 一万空的这个低收入户 那个劳工局长 对于人家说给他鱼吃不如给他鱼那个钓竿 我们劳工局 对到这些技术里头 在职讯的方面 有什么样的制度帮助 还是过去的这一年来 我们协助 整个这个技术里头去取得证照 去取得 还是说去脱贫 那我跟李远报告 实际上我的对象不是设定在低收入户 是弱势跟伸脏者 伸脏者嘛 那针对弱势跟伸脏者呢 对那刚才我们办了相关的 当然 信用中心是对全部的包括在里面的信用 那我们另外 我说你伸脏者做得很好 我们信用中心就是针对弱势这个区块做半职信 当然现在我们也推动了已经三年多的 这样的一个青天网跟修葛楼 刚才李远所讲的 给一次不只给钓竿 那我们认为是对弱势者 你只给它钓竿 但是培信网的职能是不足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把它开阔 有红屋的遗产能够钓到一 所以青天网是用网路来帮它 那你们伸脏者大概过去一年服务了几人 你说伸脏者 服务了几人 几个人 那这部分是我们信用中心主任 那位师母之 那我受理 我们在那个 如果是就业的职业重建的部分 就是我们大概平均一年 包括就业美合的部分 大概至少会 大概应该会有一千多 那在职业训练的部分 我们有 那生长者呢 都是生长者 一千多人 那 马上 局长和主任请坐 社会局长 劳工局针对生长者的就业的部分 协助一千多人 我想这个社会局是关心到 会收入好 中间的收入好 最重要的 我们所说的这个观念 我想应该也是一体的 社会局长得比较对 应该给他隔补鱼的技巧 不是 单纯让他鱼吃 没错 我想我看到 其实很痛心 很痛心 特别是我过去来自社会局 我看到你的业务报告 你的脱贫计划 洋洋洒洒 写了快一页 服务了几个人 看见未来逆转人生脱贫方案 服务了17个成员 展翅高飞脱贫方案 协助申请专业考照语言鉴定国家考试 各类考试报名费补助 21个人 逆风飞翔 服务了25人 好 整一分钟 这些数字 请何以堪 请何以堪 可以跟议员说明吗 我们有1万户的低收入户 根据这个我们的生育率 大概是0.92 所以大概你这些的青少年 或甚至到25岁 大概我们平均说 大概有9000多人 那即便是这个刚好在就职 这个你说的 不管是从16岁开始 18岁开始到25岁 这个大概人数 大概也有三四千人 结果你这个服务的绩效 实在令人堪忧 你应该去跟劳工局合作 证照取得部分 怎么会只有21个人 这个不是这个意思 议员 你当家福中心的主任都服务的比 没有 家福中心在做这个调干计划 也是1年只有15位 因为它是一个用团体的 它是一整年 所以会花400多万 我们不是没有花钱 因为它是一个小团体 然后是一个一整年的带状的一个服务 所以它一定不能多人 对 像民间 你的考证造的计划 你的考证造的计划 你家福中心可以做15个人 你现在做社会的局长做21个人 不是 这是团体的最 团体表现你这个政策执行不好嘛 我们再跟您说明好吗 谢谢 好 谢谢 我们刘局长 其实 现在不正对台湾来说 老子化跟高龄化 对台湾的冲击是非常大的 这可以说是我们台湾国家的一个危机 你说长照 日本20年前在做长照 所以长照是必须要用国家 整个国家的资源 各种的政策来推动 你单一的直辖城市 或是说夜霞市 没有办法 不在意做 但是可以做多少 做多少 当然是尽量 可以做得好 就越好也对不对 所以这部分 我们现在我们要给你免累一下 加油 来你参加 那个老公主委员委员局长 校长 我们台湾近来 贫传公安事件 包括台积电中科厂房 包括散水轻轨 工程意外 台中 豪华建筑道楼 工地意外 等等 台南南科目前 也传出 有工程师啊 暴头身亡 显见啊 这个公安的这个问题 已经浮上台面了 但是在我们劳工局的业务报告里面 我看到了 都是劳工方面的一些 宣导跟教育信念 对雇主的公安检查 或是罚款 人 的措施啊 却琢磨得很少 那是我们劳工局 不关心这个公安的问题 或是说你有什么困难 本身是不了解啦 那边给局长你回答啦 但是更想 公安的问题就对啦 一旦发生喔 如果不是希望就是冬胸啦 局长我相信你知道 所以日本的公安是做到什么程度 你知道吗 日本的公安 除了你现在要去这座大楼 你现在都是围起来 围起来 而且呢 你不用害怕说 这个钢铁啦 或是说整个庄头啦 会从天上掉下来 杀到你 而且他会叫一个人 在支付交通 让我们过路的民众 支付交通 让他们通行 而且还会设警示灯 就是我们所说的三角桌 在家 所以大家要小心 你支付交通的这个人 他当然他也是 他站在那里也是有危险啊 是不是 所以除了说 要注意 来往这个民众以外 他也是会看嘛 对不对 反正到时 砸到的是他自己啊 对不对 所以 这人日本很重视 这个公安的这个问题 老实说 要把日本学习 当然 你建筑物 你要去大楼 你要去公务 你说 我们这些建筑界的 是 把公务 和公务 新生 建筑 才能建筑 但是 我们留工 也是有 相关的 这个业务 而且这个业务 更重要 除了他建筑物 就是要照起工 就对 不可以台湾减到以外 就对了 公安的问题 就是我们留工业的问题 所以 我们公安的问题 也不防多浪 公安的问题 的重要性 不防多浪 公务局 有没有偷 在审核 建造的时候 有没有偷工减工 有没有案土施工 同样的重要 所以 我觉得 我觉得 我们应该 要让 过筑 让 劳工 让他们有政客 的 公安的观念 进而 让我们的劳工 对 自己 被保护 这是最有效率的 但是呢 百密总 会有一输 所以 莫助 所提供的 安全 措施 还是 宣导 是不是 适当 这也是重点 所以 本身 给局長 建议 我们劳工局 应该要针对 曾经发生过 公安意外的 或是公安意外 发生率高的公司 工厂 进行检查 如果 雇主 有不当的地方 没有做到的地方 我们可以协助他改善 变了的时候 我们要他发展 他才会重视 他才会均心 让国主 提供 完善 安全 这个措施的重要 六甲 国主 双管旗下 由国主 到六甲 全分 了解 提供 公安 的重要性 这样双管旗下 才能让我们的公安 做 做得好 所以 我不知道 我们 局長 我知道你很认真 除了说美好事业以外 我知道你 很认真在做这 这部分 我们的公安问题 也是有很重要的 所以 本市所说的 你的报告里面 对这部分 都没什么说到 到底是你们没有中心 还是你们觉得这个问题 不重要呢 来 我来给唐一言做说明 可能 我们的工作报告里面 可能写得比较不详细 希望我们 很重 是我们 安全的问题 包括我们今天唐一言 能够提出来 那让我再跟唐一言 跟在座一言做说明 希望我们同样 也有 各工业区 成立安全工作伙伴 就是我们做得的部分 所以 我们不愿其反的 跟 作与 事务的教育信念 跟先导 所以 我们 我个人 跟我们团队里面认为 劳安要露使 第一个 要由上而下 上当的 他刚才说的 过注要有这个理念 提供 最安全 最适合劳工的工作的环境 跟设备 要由下而上 就是让我们的朋友 要遵守 相关的規定 不要输掉 包括我们 所讲的 南科的那一件 应该 他是没有把 总电影关掉 所以变成誤动作 所以感觉不启动 你也没去操作 因为他是 反射镜片 所以产生誤动作 所以我们就 尽量佛用 大家可以这样做 刚才你说的 我们有针对 他们有发行 公安事件 第一件事 开始发行的事 要去做检查 要相关 几点有违法的 我们就准备 发行后多久 我们还有 进场去做辅导 看你这样后 改善没有 这个我们都有这样 执行 所以可能我们的工作人员 寻找不到 所以我们对这边是 也蛮重视的 我跟我们检查 福德 我们是双重其下的 甚至会不厌其反 甚至我们 因为中刚 高雄中刚有办 一个体验的一个设备 的宿电 高架作业 我们都每年都 有办了六个梯次的 那个中刚那边的 安全体验营 让这个乐甘朋友 直接去体验 说 你如果有动作 体验营你扮多久 多久办一遍 一遍 一遍 一定有办六台座 一台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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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已经办了六年了 所以四十人 六台座 六台座 我们继续在做 对 那就是不从 我们这样一直在 持续在做 好 给一分钟 我们台湾有八百万的六台座 这八百万的六台座 每一年 因为公安问题 不管是希望也好 或是说党胸也好 你知道多少家庭破碎 所以这个问题是有点重要的 它是他们家人 所有经济的来源 所以它是很重要的 他们家的财政都要靠爸爸 所以 要让他们了解 这个重要性 也要让构筑了解 这个重要性 不要便宜行事 便宜行事 便宜行事 就是做容易发生的问题 啊 那人都是有一个侥幸的心理 啊 我没可能像你衰啦 我不可能 我不可能那么倒霉啦 会发生在我身上 对不对 对不对 我们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要怎么規定 绿带教育的SOP 对不对 不怕一万只怕万一 好 接下来麻烦陈军中 陈议员 好 谢谢主席 刚刚我们陈宜甄议员 以及賴会员议员 都非常的关心长照的一个问题 那过去长照的话 就为人过病了 就是说 看不到 也找不到 也用不到啦 我想很多的民众 根本不知道 无煞煞 那我不知道 未来社会局这方面 整个的宣传 广告方面 你要先要怎么做 有没有这方面的想法 像我们会透过 那我们台南市的一个长照1.0的部分 就如同刚刚賴議员有讲 缺口1000多人 跟我讲的长照2.0缺口3000多人 那这个是1.0跟2.0的差别 那1.0的部分 我们布建了很多的相关的一些居家服务的单位 还有我们300多个 378个据点 大概会透过这些据点 那这些据点 本来就很多的长辈 在我们这些据点 来做活动 来做一些健康促进的相关的 一些设施设备的一个机会 那我们透过这些机会 到各个社区这个部分 那另外就是透过媒体 中央也很努力在宣传 那希望说能够让 当然我们大台南市 我们会下乡 然后我们会到社区 去做巡回的宣导 好 那刚刚有谈到长照1.0 那你们内部的检讨里面 过去长照1.0的缺失 你们目前有改善了吗 最大的缺失是在哪里 能不能讲一下 其实长照1.0的部分 我们倒也 不是说我不好意思 我要说好像不是缺失 是困难 困难 第一大困难是什么 第一大困难其实是 譬如我们要 其实地点的寻找 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困扰 譬如说 譬如说日照中心 我们现在有20 长照1.0的时候 我们就布建了全国最多的 22个日间照顾中心 那里 我们东区是不是 没有16 总共在全大台南市有22家 那东区有多少 我们东区的日照中心有3家 在哪里 2家 在我们东门 东门日照 东门日照 在大同路 东门日照 在大同路 你这一部分是这样子 是 只有一个就是一个 然后我们遇到瓶颈就是说 有一些适合的活动中心 当地的民众或者相关的人员 不让我们去布建这个日照中心 这个其实是很大的困难 再来第二个困难 就是刚刚有讲到 你要跟民政局去商议啊 不是民政局不给啊 去公所要啊 但是民众 民众 民众怎么样 民众不希望去哪里 要反对 反对 然后又抗争 对对对 那这一个部分 你有哪一个 哪一个社区是这样子的 你有没有去过通 然后觉得后来 有造成很大的阻力 对有有的确有 比如说我们仁德就遇到一个 然后柳营也遇到一个 那我们其实都已经想要去布建这个日照中心 那他们反对的理由是怎么样 就是他说日照很好 老人 照顾老人很好 可是不要在我们的社区做 为什么会 不要在我们这个活动中心做 因为他那个不是生病的老人啊 对不对 是健康的老人啊 他只是说 有一点点失能 親父的失能 他也不带来 他也不去打 不帮行 是怎么会怎么反对 我就觉得很奇怪 所以这是我们很大的困难 另外就是人力的部分 没有到社区去宣导说 这个 不是会危害社区的啊 宣导两年了 宣导两年了 还是没办法 你们有办机场我都不知道呢 有 我们都有办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大概 另外的话 刚才那个来会员也有谈到 就是说最重要就是人力的不足 对不对 那这个部分你们怎么要来补齐 对不对 然后才有办法照顾这些老人的部分 你们再 我们多培训 多培训 我们变成那个培训的人数要变多 因为他培训完之后 他不见得愿意去做 那你目前最缺的是什么人员 老外面的人员 赵福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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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缺的最多 对 那你目前失业率那么高 这个培训有问题吗 可是刚刚我有前几位议员的指导 我有说明就是说流刃率很低 流刃 就算他做一段时间做一段时间 他可能就不会做了 他很辛苦 还有他感觉 他什么时候就跑到医院去照顾病人 这个部分会不会比较 因为薪水太低还是怎么样 对 这也是一个问题 所以你们边的预算不够嘛 对不对 原来这是算时薪嘛 去既果 是算月薪 所以他觉得有保障 这也是原因 当然你们要检讨啊 所以2.0的部分 中央都有去检讨这个部分 好 那刚才有谈到 常在2.0 你那个西级的部分 每三里就要设一个嘛 对不对 那我想问一下我们东区目前设几个 东区的目标 当然是45里嘛 就15个嘛 对啊 我说目前有吗 有办法做吗 就是目前就是在 就是申请的事办计划中 我们提出的东区的话 先寻觅了两个有议院事办系单位的 这样一个点 先来做这样 在哪里哪一个点 我们有找东光社区发展协会 因为他目前是我们社区照顾关怀据点 那同时有办理我们日间拖劳这样的服务 那另外我们有 东光 东光有拖劳 日拖劳 不是日照 是日间拖劳 就是意思就是说 日间拖劳 他在那活动中心吗 是 有吗 有 目前有多少人在那里拖劳 那我们有要求就是说 日间拖劳 日间拖劳 有多少人在那里拖劳 你说有在办啊 至少20人 至少20人在里面 在里面拖劳 在里面拖劳 相关课程的活动 是 现在都有 每一天吗 一到五吗 一到五 我知道啊 是 一到五再去看看 因为可能这个 我们主席 王一远不知道 是不是 东光 另外一个呢 另外我们一个 就是有德老人养护中心的部分 有德 在 旧路 养护中心适合吗 基本就是 其实未来如果长照20年ABC部件呢 其实我们其实是 希望广纳不同领域的人 都可以加入这个社区照顾的一个行列 当然啦 你那个 你现在 医疗那一块 我想就是 卫生局来协助嘛 对不对 还有你刚刚讲的民政局嘛 就是你们嘛 对不对 这个是一个团队的 共同的努力啊 那医疗的部分 可能你们就比较弱啊 你们社区你们可能就是比较强啊 对不对 那你怎么把它整合好 这个是一个关键啊 你刚刚谈到有德 我就觉得这个部分可能 跟你们设计的 可能会不会 当然是 他是养护中心 也是你们管的啦 是 因为也是你们在检查 是我们的 那不过我是觉得那种地方 可能设置这个相弄是适合吗 像中常知道 但是提供社区的一些 健康预防的活动 跟那个延缓支援的部分 所以我们希望就是社区在就近 就可以找到这样一个 西单位的部分 所以他的空间 跟里面的相关配置人员 我们也相信养护机构 有一些潜在的能量 可以担任这个西单位 所以如果以东区 要15个据点 那明年在设置上 你觉得可以能够达到这个目标吗 我们期待明年就是 东区可以达到这个目标 可以是不是 没有问题 因为目前那边 就是针对东区的部分 目前我们那边有14个据点 那当然 以我们目前规划的部分 当然是 就是先扶植 我们目前办理社区照顾 关怀据点这些单位 可以来转型成 未来的巷弄长照这样的西单位 所以我们是 以这样的一个 规划的一个策略来做推进 关怀据点 当然目前有的关怀据点 是做得相当不错 那去跟老人慰问 去给他关心 去量血压等等 我想也是相当不错 不过这个部分的话 可能还要再加强 那我之前有建议 他们去社区慰问的话 是不是能够发给他们 像口罩啊 或者是洗手衣这种 这个部分的话 一直都没有回应的话 就想这个机会 是不是能够再 好我们再留意 局长这个不可以吗 我们来做相关的一些 配套的一个措施的检讨 好 关心 OK 那2.0就靠你们 希望能够非常的成功 是 然后能够让 如果跟议员报告 最终极是要到107年 所以明年不见得会有15个 但是后年一定会达到 所以107年就有好消息 就是我们刚刚说262个C 这个是107年的一个 一个目的 好 跟到会报告 现在是12点 如果我们12点半之前 能结束就12点半之前 否则我们到12点半 现在我们接下来第一轮发言 李中诚李议员请发言 感谢主席 局长 不好意思 请问就是刚刚很多议员都在关心嘛 长照的问题嘛 那相信我们现在人口老化 一直在上升当中 一直在增加 那像您说的 要等到107年 那 我们每年当然会努力 但是我是说 就是说 比如说37个A 58个B 262个C 这个明年真的可能没有办法 那么快达到这样的终极目标 因为我相信很多我们的市政 都一直说到107年107年 那107年之后 有可能又换了另外一位市长上来了 那这样的异动跟变化 是不是会延续下去 我们大家都不知道 所以我们目前能做的 拜托我们可以尽量的去做 不要设定一个时间点嘛 你就说能做的 我们就先 可以提前做 我们就提前做嘛 不要一定限制说 一定要等到107年 再来解决这些问题 是 但是也跟议员 报告就是说 我们106年的努力目标 我们有短中长 那我们106年的努力目标是 先设定16个A 107年是达到37个A 那这个也不是地方的目标 这个是中央定给长照2.0的目标 是 那我们当然会努力 能够提早 我们就提早就位 那如果有什么需求 需要社会团体 还是一些公益团体 我相信说我们现在在台南 很多爱心慈善团体 都一直在协助在长照啊 儿童啊 父女 这个部分 那真的有需求的话 也可以请他们来协助 也没有关系 是 我们就是有相关的 财团法人 社团法人 等等的 还有社会福利团体 都可以来加入 对 所以就 我们有需求 我们要提出啊 如果不提出 但人家也不知道嘛 对不对 我们最近都在盘点这样的资源 OK 好 谢谢区长 谢谢 王局长 不好意思 现在一例一休 这个问题 相信现在在媒体上 大家都吵得沸沸扬扬 那在说难听点 在我们议员本身 其实我们也听得相当的模糊 那借由这个机会 就是请您先把一例一休 这个部分 让我们现在的企业劳工 了解一下这个 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 现在我跟议员说明 现在的定位啦 如果是两例变成那两 一个七天里面 一定要修两天啦 现在一例一休 就是也是一样 一个礼拜七天里面 要修两天 但是有一天 是绝对不能出勤的 有一天你出勤 要花给加班会的 或是补修的 应该定掉这样 但是现在都还没有决定 因为这是中央修法的问题 对 因为现在是一睹嘛 那未来可能 没有刚送出协商 OK 因为现在这个问题很多 现在在民间 大家都在询问说 到底会不会通过 那这个一例一休 对他们来说 会影响多大 那像 好 局长 请您解释一下说 如果这一例一休 真的决策下去的时候 对企业 还是对等等的相关问题 是不是有带来更多的影响 第一个可能就是要补充人力嘛 因为总是 如果你是联系 就联系作业的部分 当然你要补充人力 才能够轮修嘛 这样子一个可能 人力补充也是一个大问题 但是局长 您要了解说 现在疼人真的太疼疼 对 对啊 那这个问题怎么办 因为现在很多 我们的脂肪 就是因为我们 就是去盘查 一查到 马上就是要陈储 那很多 我们说的啊 老闆要請新来 但是我们一期就要给他发 有时候 老闆就要配合 我们的完工 和他的时间上的方便 但是有时候 我们不去听他的解释 就是一个人就要给他发钱了 而且每次罚的费用都不低呢 这我跟李议员报告 因为现在如果是属于劳动条件 他是只有 没有扶倒期 当然现在中央 我们一直跟在中央建议说 因为我们很多 尤其我们在台湾市里面 很多中小企业 因为中小企业 像我们说一个早餐店啊 一个三四个人 可能他第一个相关法令的认识 他不知道 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跟中央 是不是可以修相关的规定来说 是什么状况可以做 但是以现在的法令是没有辅导期 那这一个部分 我们也一直在反映中央 我们一到的实际面 因为相信我们大家 现在都很努力 很积极的替劳工在争取福利 但是有时候 我们还是要替老闆 或是资方 或企业 人要替他俗课解 因为你现在工的要职 学部都在职业 有时候有时候要配合他 我们就要修法 重点是劳工条件 劳工法又定得那么密密麻麻 有时候去问 金木大家都不知道 等到来查的时候 才说 原来这是违法的 违贵的 那这样子有时候 就来不及了 我们怎么解释 还是一样造法 因为没有辅导 对啊 所以就是希望说 所以这个实际面 我们会在跟劳动部 来反映 是不是有这个 可以辅导的机制 目前规定是没有办法 事实上我们每一年 都有办了好几个厂次的 相关的宣导活动 但是可能我们刚才又回归原位 因为事实上很多的周小企业 员工人士不多嘛 所以就不可能 都有的人力可以来 来上课 来听课嘛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部分 是我们要努力 去争取的部分嘛 对 好OK 那我接下来时间 就给参议会议员 谢谢 市长 其实以前我都在我们这组 我听着听着 我们台南市 最后缺一段的单位 你应该对他来救 最后最后会给伯父 感觉不好 你感觉对他去救 不是说你没有人人做工作 这你们需要去跟市长说 跟市长说 你想说 我们小企业 各个单位有在承办中央业务 中央业务 因为钱没来会缺 有这个办的客厂签 你站起来一下 不要骗我都不知道 有啦 你还知道我意思 长期照顾好 跟刚才说的 管队中计典也好 你们有办的 都会跟钱 因为中央业务 都会缺到 缺到一堆的单位 请我们这些客厂站起来一下 一个而已 村庄没有 这些都没有 这些都 没什么缺到钱 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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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原主任 有两个村庄要买 咯 好 请坐 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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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前在做議員有很多人在追我 錢都沒有熱愛 請你照顧一下 我跟他電三個月 這裁都議員去講 你就比較快就想看 沒有議員講的人要怎樣 我在那時候在公司的時候 也是剛才這個問題 人家跟我們政府做的工作 這個做的都錢都欠 這個錢就賺不多少 其實 對於我們卡在百塊錢沒辦法做 我們這樣做我們會比較好 我一直想不到 人團科 一個2,750萬 就要分級 如果國國開始要賠償 錢還要結成以前比較好人 2,750萬對小協多大應用 這就需要這個度別去改 這現在應該是沒有這個現象 不然是我們日期會回來 不然你們早上都要賠償還要賠償 跟國富城市交易 這麼後來講 我剛才說照管中心 因為長期照顧二次 我覺得你要成立一個科 老實說的 我把你保證你一定辦不好 不是把你轉換都辦不好 因為沒有人嘛 穿錢 你遺產稅也好 安隊也來也好 人你絕對找不到 民間這個你做的都沒有人 有的有夠人都違法的 一個就顧過來的 所以這人我感覺齁 這個人的問題你不先解決齁 縱使有錢你也沒辦法解決 你如果酒瓶亂投一 路邊去找 你辦公室 社會反正你也不會辦 辦辦的到尾了 人的認為說這些人不知道 要把它翻回去照顧安定中心買什麼 我的建議齁 我們持久最有提供土地 提供土地齁 利用靠理順的 讓這些民間團隊想要做 這個跟回去照顧的方式 不然你把它放在活動中心 放在離辦公室 那是義士而已 我知道啦 有的也會坐倫理啊 有的我會坐倫理嘛 很少啦 對啦 你少是你們說的感覺不一樣嘛 人在辦演會辦活動 都會有的 有的沙漆沙漆 這是我的建議 成立一個科 人人的這麼多去辦 沒有這個速度齁 常去照顧惡事的主義 我說不先說 這是我的建議 好 給一分鐘 這是專國 專國第一屆成立這個二級之關 所以我們台南市其實 努力啦 你做的我都會打破 我的感覺就是說 我們市政府也不是沒有錢嘛 我告訴你 我們還要做 三四百億了 你這錢不是先錢 錢錢不要讓人說 我們市政府欠人錢 你用這個制度 面對市政府說一下嘛 我們應該有課稷鐵槌 中央要不就拔以前 我先給人 人給我們承辦的 跟誰辦的嘛 你知道我的建議啦 拜託啦 沒有 好 感謝議員建議 感謝基督 謝謝 這去跟市長說一下 不是說 不是說 我們幫你做事情 還缺錢缺那麼久 拜託 謝謝 來 王志長 剛才我李宗誠他在說 伊利修 這個問題 我覺得他未來很大 我剛才回去 在工會 那 我爸對我不錯 現在 我都接他的 他都做當事長 有幾六經 十多經當事長 我問題很多 剛才李宗誠你講 我覺得回去 你如果照 第二輪嗎 你不是完了嗎 李宗誠給你了嗎 那我們繼續 你對我比較不好 我都九點盤 你不要再用一分 一分 我都不了解 好 我的感覺 民間的屬於我們台灣 因為沒有外交 外交圍倒的時候 因為沒有外交 關稅障礙也好 各方面的問題都走出來 他在稍微講 平常事 怎麼李宗誠說的 你們剛才 沒有外交 沒有制裁性 沒有制裁性 或是說 什麼因素 你們都違規都開床 甚至我也經常給你開床 我覺得 你只要制裁公平 我沒有話說 問題 他在稍微 第幾天 我比較實際 做經理的時候 就都 Margiel 不要說真的 第幾天 我再顧起來 伊凡公司又來 去那裡 最精査 10分之 現在15個人立 以前都差不多 現在不要說這個定期間 還不可以加班 加班就要開庭 不要說身裏政家 老實說 我們的公司有關 新移民家庭 他們想要加班 我們本省也很需要加班 因為加班多很多 可是我們沒有加班 我們公司可能這樣下去就 難以經營 難以經營啦 我沒有經營到馬醫生協 你把我規定這樣 我心裡是建議 一段時間 一段時間 讓大家去調適 我開始說還要簽了 幾十年來都沒有 中班我們簽沒有人 縱使身裏計劃 幾千個也沒有人 你覺得可以嗎 我是在地方執行而已 對啦 這個是屬於中央跟立法院的事情 中央只把地方執行嘛 也就是說一段時間 不要把勞鋒打得軟 平時要簽好人 附身水會也不可以加班 那他會睡 有的機器會開下去 開下去 還停下來之後的時間 比我還要這樣 他會講話 他會因為那個 如果要這個 那趕緊的 就像年輕人一樣 然後還有一段時間 我覺得他們都不可以做 你加班你也沒有加班 我是建議說是不是一段時間觀察 別的縣市他們執行 你們就叫大家各縣市會去 平常會開會嘛 讓勞工也好 讓資方也好 一段的調試期 不然你不要知道你抓到 第一次有幾萬 第二次加種第三個 好多年 只要開一間也要開幾百萬 每次來抓都抓到 你都要用那些刀 我沒辦法讀的時候 我熱人生意的時候你要來幫我查 外人我營運不加班你不來幫我查 其他我都照規喔 你都跟他照規我說 我差在說你們有照借頭 我別人這樣我就這樣嘛 我也不可以讓你把他站起來 傳出說蔡議員都拖錢我也沒有 我拜託說你前國一致性的問題 是不是也給大家一段調試期 不然我說 不然關起來就幹嘛 百貴的實驗呢 好不好 建議一下啦 建議是不是 你一定要有正正公平的機制 讓大家有一段時間去調試 好不好 應該這個執行應該會前國一致性 對啦 前國一致性執行面對大家不一樣 有像有的 有的 比較起來的館市 對你第一次超市加班 叫第二次發的不一樣 我們台北市很重要 第二次發的不一樣 第二次發的不一樣 你如果沒有在考慮 有自己的性 沒有自己的性 或是有什麼 接種多久 你如果沒有在觀察 你得到開 最少你們公平 我們認同 這點我要拜託一下 拜託一下 那些是駒 拜託一下 是 我可以 我說 好 謝謝 我們莊議員 然後接著由我 李文贞理議員 第二輪發言 謝謝 主席 我們現在 像我們的 配護製度,我們像個極的一定的 鐵圖連 maravil的人現在28% 我本來不是公府體系這個大學 大家不要知道 所以大家不知道這樣的事 就會標示你不ollo民ALI 因為你做一個勞工局長 就是說我要來依給勞工的尊嚴 連前他有做過什麼工作 郝博春的郝博春現在一個月而已多少 你也不知道 我聽說那個沒渴望 王海大鵝那個校長 因為他是這個軍人退休 退休的時候他又吃到百幾歲 他軍長要領因為他是高級的長官 他做校長 他這樣一個月聽說領幾百萬 不知道有那麼多嗎我是不知道 你看台灣人在那邊邊做生做事 那有的像做頭髓的有時候 對上面去報了 整四人做論意 有時候在我們親情朋友的中間 才說我們真不甘 郝博春你那麼多 你如果看像說我們台灣的這些幾個主緣 一級的一定的國民 現在我們從後面來算 這個 你如果像說現在進場還沒死死 你如果沒有年金的時候 他這個一天他退休 那時候也沒辦法 他現在就領三千五百塊 所以很多人他會感謝阿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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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千塊錢 三千塊錢 你看台灣人這麼善良 台灣人這麼善良 台灣人這麼善良 在那邊去感恩 只有三千塊而已 這個農民 當然就七千嘛 現在 這個 十四六百年金之後 你如果沒有那十五年 就沒有那十五年 你就不可以 他會領這個老人年金 你老人年金就不去了 像 那幾天有一個朋友 他說他住了十五年 那十五年 他就要對那個 基本新租 那基本新租 就給你們兩萬塊 那十五年的時候 就要三千嘛 三千 就算他一點五五嘛 差不多四千幾塊 所以 他一個位他就是 可以領四千幾塊而已 你想四千幾塊 要怎麼生我 你像年前那些人 他一九月領我十萬的 他的財產 像我成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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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局長 我們想說 政府的規定 就是說 你坐著就好 有時候我們要請一個 老人的中介 修律服 要請一個補助 還是說 哇你可以 你有領專長頂貼 你就不能再領 這個其他的補助 你如果有領這項 就沒有領這項 可以選一項而已 你要看 多小人差那麼多 現在虛民 這個局長 虛民才可以 導播三萬過三百而已 導播三萬過三百 他的貸金 他要領多少 那是怎麼 他會去導播虛報 因為怎麼 他就是收入 沒有嘛 因為 希望 他的見報 政府有給他 感謝我們李議員 那請接著我們 陳慶忠 陳議員 五分鐘 謝謝子媳 五分鐘對 我想要請一下我們勞工局 那目前 我們市政府單位 這個人員的話 分為哪幾列 就是公務人員 還有勞工還有什麼 那現在有一個 當然是公務人員 第二缸 衛兵雇傭的部分 有些有適用勞計畫 有些沒有適用勞計畫 就是 兵工的話 就是有公務人員 還有勞工 我們就要分 公保跟勞保 勞保的部分 有些不適用勞計畫 有勞保的也不適用勞計畫 不是 哪一些人不適用勞計畫 哪一些人不適用勞計畫 他因為是中央的規定 他像 因為他 他有些特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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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 短暫的 你一樣 還是要加勞保啊 對 但是 就不適用勞計畫 因為這個 是中央他的規劃的 這樣有違規嗎 沒有 他就中央規定 這一類的人 他是不適用勞計畫 如果 你 市政府在 政府機閉就可以了 民間就不行 那個應該不是 我覺得是重要 那一個規劃 你們政府機閉 阿爸 你自己在用就可以了 不是 用勞計畫來 勞計畫 其實勞計畫 跟那個 他是 目前是A聘僱的 雖然他沒有公保 但是他 是不適用勞計畫 那如果是A用人員的話 局長你先做 A用人員的話 他是適用勞計畫 其實適用勞計畫 跟勞保 是兩個 兩個 兩個 不同 因為你勞計畫 有補保 對不對 是 像如果在我的觀念裡面 目前 不在勞計畫裡面 就是醫師裡面 是不適用勞計畫 對不對 是 你那一類的人 也不適用勞計畫 那他們的權力在哪裡 我也不知道 會不會受影響 其實 A聘僱的 他是 比較接近公務人員的 那個 制度 他是 他有保障 有公務人員保障嗎 有部分是有 有部分是沒有完全 譬如說他國理卡他也有 那以後考上公務人員的話 這些年組也都是有承認 好啦 反正 你們也合法就好啦 那我想請問一下 你們今年度有沒有對 我們泰蘭市政府做勞動檢查 因為事實上勞動檢查的部分 我們平時也有在勞計啦 我們就勞計 但是如果一樣 如果有反應的出來 我們還是一樣 有反應嗎 因為目前還是 沒有反應 像說 你像防災的 淘宏家的部分反應 那我們會做 做這樣 叫他做改善的部分 因為 淘宏天是特殊嘛 淘宏天是特殊 他一定要去做這樣的處理 因為我還是有一點好奇 你們 像這一次 0206對不對 你們都很辛苦在那裡 那要報加班嗎 當然他要報加班嗎 就補修 那個是特案 他必須要跟我們的公主報說 因為有可能是24點間嘛 他要跟我報備 我們如果我們 私人企業報告我現在幾個 0206發生南科 他必須要搶救他的設備 他一樣要跟我報備 是特殊狀況 因為 你們都沒關係 你們自己都沒關係 其他企業主 只要你們一去 馬上什麼都不行 一切都是 法條都硬邦邦 也沒有在扶導 也沒有在教育訓練 所以他們有時候 你們法令改了 他根本不知道啊 你一去 就要罰款 相當沒有到你 我又問你一項 你們 有勞工對不對 那個 勞工的話 有 要撥勞退 勞退金嘛 那 市政府有沒有欠 有沒有欠這方面的錢 根據秘書處的統計 是還在 有 有在提撥這個 有在提撥 現在不是規定要一次 就是要把它提主嗎 之前沒有提主的部分啊 市政府現在有沒有缺 對 對 有 那要不要罰 要什麼時候改善 對 所以你看我講就是這樣嘛 你市政府自己都沒有事情嘛 白人都不行了 這樣 對不對 對不對 要不要罰 你要罰 你罰你也無所謂啦 因為你就 真手拿 把他罰 倒手 拿去打 對不對 我想你們政府機關自己要帶頭啦 對不對 對不對 你不要說人家企業主席 這樣你就一樣 你們自己都沒有事情 那合理嗎 來 陳妍妍 那合法嗎 我不相信 來 勞動檢查科 銀行是有儲分過 不是儲分過嘛 對不對 我覺得現在最嚴重的是銀行 他們的員工非常可憐 然後 就先刷卡完以後 然後 就在那裡 這樣子 你們有去局長 晚上你們有上班嗎 如果有反應的話 我們會再 你給他們單反應 你不要主動去 就是我們去輔導一下 別說開 開啦 你看你隨便找一個銀行 八點區 對不對 他們是幾點打班 五點打班 我說你四點去還是這樣 你如果看那間 那間這樣 那間 你把它進去 絕對 對不對 像這樣 你不去關心 來 感謝我們陳議員 來我們剛剛 開始開會的時候 大會有宣布到十二點半 那我們現在時間是十二點二十七分 那我們上面還有登記李文正 李議員第三輪花言 那因為第三輪花言 是十分鐘 我想 李議員這邊給你換遍 那但是 請長話短說 好不好 好 好 那個 那個 我想 勞工局長 社會局長 你像說 我們這個 我是怎麼說 台灣是一個不公不義的社會 你如果看 像說 我們的公務人員 我們的軍公告人員 你如果看 這樣退休 後 你如果看 像說 每一年 我們的這個 連中 未運金 我們就要再發 各半月 你如果看 像說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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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領 貸休金 是六個月 領一回 只要一年 加這些利息 就要加七百億 那 像說 這個 不幸過星期 有時候 那裡就沒辦法 世間 哪有這個 政府的時候 說 來自己享受 英華富貴 放這些 八線 在那裡 就像說 一個 四大人 一樣 四大人 享受 英華富貴 連後放這些 子女生 去做 流浪漢 去 搶禮 去 受盡 放鬆 放鬆 這樣 我們 這種政府 經燃 可以在這個 世間存在 我真的知道 是 台灣人 故意 故意到這般 所以 我在思考 說 經燃全世界 沒有一個國家 像 自己來 追求 獨立 因為太多 好康 我們 我們 分成 國民 所以 當然 我沒有去改變這種 現狀 我今天 認識我的理念 所以 我們就現狀 就好了 這就是 因為 這個 不公不義的 這種 一個制度 我們 我們的 黃族 我們 都 支持 這個 冠軍 台灣的 冠軍 建國 因為 我跟你說 全世界 沒有一個國家 我去普蘭的時候 當我去參觀 這個 集中營 在介紹的 小學的老師 他說 過去 這個普蘭的 歷史優延 被共館 來沈陸 來壓折 來暗截 當我在跟他說 在二十世紀的時候 世界三大堂三的 四驚 二二八四驚 就是其中一個 他這裡風臉台語 他們特歷史 他們知道 基本概念 知道沒有一年 知道第二天的世界大戰 但是他不知道 台灣人 這類的 歷史 這類的 這類問題 他說 如果有機會 他要來台灣 來參觀 所以 有時候 我覺得 做議員的中間 我愈做愈 我覺得愈減少 因為 香港鄉修 這類的 這麼多的主委 竟然 我們每一天 回到我們選區的中間 就是看到 我們這裡的 特派的 做農的 做工的 賺錢人 每天為一個 生活在那裡 在煩惱 如果 你現在說 要去 留鄉 要去選團 要怎麼選團 我們 受到人的困難 不是客人去選團 很多人 開錢買票 很多人 在那裡 百條 到那裡 因為現在 族行 很活躁 這已經 都過去了 但是 我們要怎麼 讓人民來感動 很簡單 人生日平常 輸農工廠 大廠 賣菜 反復走出 都是 都是一樣 對我們的社會 對我們的國家 都是有貢獻 所以 我希望說 我的這個國家 事情 可以做個 幫助 做個 楢 可以來吧 像我們的使徒人亂說傲兆 吃好對使徒人吃好 吃壞對使徒人吃壞 我們也是一樣很快樂 你今天如果是說過重時過後時 你想這個國家 他敢不擦擦擾 這個國家要怎麼和諧 這個國家要怎麼團結 這個國家要怎麼受到尊重 不然我們出去參加奧林匹局的運動會 我們含南民隊白做會 世界一些無國家的選手 人也求求做一堆 台灣就是像這種處境 這個政府也向鄉修這些人民的 這些水金 這實在說有時候 我非常感激 覺得說 對不去 我們這些國家的這個主人 這個局長 這個 我像這間的風台 風台的時候 我們營養半天 營養半天的時候 這個學校 要煮午餐 還不是不煮午餐 還不是呢 因為為什麼呢 在逃亡的中間 大家就趕快 這個準備堂 要回去嘛 但是呢 剛才無視到這些營養五餐的這個獨工 我過去的時候 市長我也說了 局長我也跟你說了 我們應該要來 聽修這些獨工 這些獨工在獨房裡面 會不會辛苦嗎 他今天要領的是 基本神主而已 但是呢 他的書家 他的犯家 我們沒有心罪給人 你如果像這樣的時候 學校的老師 他也有叫書家 他也有叫犯家 所以我在說 台灣分作困難中的國民 你說法律上來說 我也請了一些獨工的這些專家 這就是不定期的企業工 照獨技法 我們就要支付薪水給人 是你租房部提供獨木給我 不是說你 我獨房部要來幫你做行為 不然你也可以叫我來學校 掃一個肚子 啊 那時候在這間這個風灘的中間 那一天我又聽到一個獨工在說 就是說落的手 我們的這個教育局呢 有算這個 兩點鐘三點鐘的薪水 讓他們不知道局長你知道嗎 因為這是他們單位的管理的 事情我並沒有了解 所以 那個局長我們在做這個局長 我們不是一項也沒有了解 兩項也沒有了解 因為我們人的生命 我們是主動 我們是 集結的 我們是去關心 聯合每一項的事情 尤其是我們對這個六項的方面 我們又不吃豬肉也沒有了解到豬肉 不是這樣 你如果看像我們的教育局 你今天這個獨工 他爬到的時候 他就要套早 鄉鄉公公 他要趕快去 寬菜 趕快去 這個 準備湯 讓大家趕快吃這個湯 趕快去 趕快去 洪台天 結果大家吃這個中間 他就有 要再在那裡 結果的時候 競連我們的教育局 我們說 在那裡還沒有經經結局 經過人進出後 的時候說 要不然就 算幾點鐘給人 這間哪有這種的 這個政府這麼人不疼心呢 局長 這如果是民間的單位 可能你們就去開發檔 庫科長 你坐著就好 今天 我們不可以說 因為我是一樣 政府的民間的一個 樂工局長 連我對這個 教育局的時候 你就看一看上衣 不可以這樣 局長那不是這樣 我一定會教 他如果他加班兩點鐘 我給他加班兩點鐘 如果有他 我對他沒辦法 手指是這樣 所以我跟你說 所以 人對這個政府不敢 不忙 不可能 你還沒拿去 這一個 就是 所以 你幾個 這句話 是我 來 李議員 來 好 局長 那針對李議員這個 他的問題 你要趕快給他一個就是書面回答 好不好 那我們現在時間12點39分 我們上午的就是業務執行到一個段落 我們下午2點繼續再開會 我們下午11點 我們下午8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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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 感谢观看 感谢观 感谢观看 感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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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 感谢观看 感谢观 感谢观 感谢观看 感谢观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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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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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 感谢观看 感谢观 感谢观看 感谢观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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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 感谢观看 感谢观 感谢观 感谢观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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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 感谢观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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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 感谢观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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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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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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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 感谢观看 感谢观 感谢观看 感谢观 感谢观 感谢观看 感谢观 感谢观看 感谢观 感谢观 感谢观看 感谢观 感谢观看 感谢观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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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 感谢观看 感谢观 感谢观看 感谢观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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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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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 感谢观看 感谢观 感谢观 感谢观看 感谢观 感谢观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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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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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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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